今日明天會議長 根據記者 明日報議 今日明日報議 大家好 我們就繼續開會 針對剛才 排除一個月兩棟期 我想我們就繼續溝通 我們繼續溝通 我們就現在就進行 謝謝院長 因為那個等於是 也不用現在 其實不用討論這個程序問題 我想我們國民黨就把我們針對8-1 9-1還有11條的 這個條文的最新的這個內容版本 跟大家說明 希望有機會得到其他黨團的認同 還有行政院的參考 那所以講完以後 那大家討論一下有沒有機會 然後等到這個行政院給我們答覆 也沒有辦法馬上給我們答覆 那看他們要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一個答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處理 好 那我們就現在就繼續協商 繼續協商我們就對11條 還是剛才蔣委員有說要其他的案件下來 我們都可以 先從第七條有沒有意見 第七條講過了嗎 第七條講過了嗎 講過了 確定 你的意思是說從前面一直下來嘛 我們再說明一下我們的第七條 第七條就是 就是時代力量其實都講過了 所以我跟你報告一下 時代力量黨那一天 邱總召全部都講過了 全部都講過了 我們有修一下 我再講一下我們的修的 我們修的就是第一項 然後第七條 時代力量的第七條 就是我們修得更簡潔一點 就是只保留 只保留第三項 就是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的 修正條文的那個第七條 第三項 然後 然後第三項 第二項我們可以刪除了 可以不要 然後 就是只保留第三 我們的修正的第三項 我念一下 就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 為防治控制疫情之必要 得報經行政院核定後 發布實施下列 知應變處置或措施 然後第一款就是 管制人民前往疫區或感染區 第二款 管制疫區或感染區人民 工作或營業 我們就 就是我們的修正 就是增加這個 這個部分 這樣子 那其他我們就是 刪除 好 那請大家支持 你現在從組而已啊 我現在不知道你 你假如說第二項 第二項不要對不對 不要就是只剩下 我們的修正第三項 然後第一款跟第二款 就剩下兩款就剩下這樣就 就這樣而已 你應該要指揮中心來 文字拿出來好不好 各位黨團的委員們 陳總召 你的修正動議有沒有文字出來 再修正動議 文字 再修正動議 文字 他就準備 好 那等一下談好了 先好吧 因為那些都講得一遍 我們現在說 沒有講的先講 好嗎 你從好再來 好 好 現在國民黨的八之一 第一項 我們要弄哪個版本 是不是 我們要弄哪個版本 他是修正動議 有 對 是有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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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之一 第六二 國民黨的 來加拿 國民黨的是第六二 在這裡 第二項 第六之二 幾乎好理 8之一條 第八條之一 請國民黨團索免一下 主席我這邊來幫大家看一下 這個原來的條文第八條之一是時代力量所提的 有黨團提案第八條之一 目前我們本條例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只有時代力量黨團提出第八條之一的一個草案 那國民黨是針對時代力量黨團的第八條之一的條文草案 其修正動議我想這個把它釐清 那目前我們看到時代力量黨團版的條文草案 它第八條之一是人民受集中隔離集中檢疫 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之應變處置或措施者 其本人或他人得以提審法之規定申請提審 那這一個這一個條文草案 其實上次協商的時候 已經採納了法務部的見解 已經理解到可以符合法務部還有司法院 是已經適用現在提審法的規定就可以滿足了 所以時代力量當場呢 就表達他們第八條之一的修正草案 你們就沒有意見了 那沒有意見的情況之下 這個修正條文沒有了 那現在國民黨針對八條之一提修正動議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我們不能理解 因為國民黨的黨團版本你們有修正條文嗎 那這個修正條文你們完全不一樣 我簡單講就好了 你的八十一是醫護在十二頁有八十一 那十二頁那天他們對八十一他們 對提審的問題他們要測案 沒有修正動議附在哪裡 就沒有了 沒有的話你失守覆利 你這個東西都從天空掉下來 有沒有就夠程序 你們沒有這個案子 你們有修正動議啊 你們有修正動議八十一嗎 沒有 時代力量正式提案有八十一嗎 對啊 他們已經撤了啊 沒有他們沒有撤啊 撤了啊 撤了啊 我們可以 沒關係 我講一下八十一啦 我希望行政部門 人家我們香港有程序正義 哪有實質正義啊 第一是要 醫護這個時候有三個版本嘛 一個官員版本嘛 一個實質正義版本嘛 一個實質正義版本嘛 這三個版本 有經過提案 因為交下來進入二讀 以外 所有的新政論版本 這新政論條文 只要不在這範圍內 沒有辦法修 這是大家 大家就說 他的八十一是想提審 後來他們 那天有跟市外秘書長在那邊談過嘛 那教人士本來說 好這個不必了 不必了 不必了就沒福氣了嘛 不福氣了 你現在要打的成績 打沒有路嘛 然後打頭腦 你這個就是 你這個八十一的版本內容 持平而論 我等一下請防部解釋一下 這個個資法裡面都有了 我想這一條是不知道 就照個個資法 好不好 可以請防部解釋 但防部說明之前 我們還是說一下我們八十一 然後請防部來說明 八十一我想最主要是針對 書根特別條例第七條 對於緊急的應變處置措施 當然現在疫情指揮中心 為了要做防疫的執行工作 對於台灣民眾相關個人資料 要進行徵集 進行收集 運用處置 包括勾及相關的健保 警政 出境管理資料等等 是為了要讓執行防疫工作更為便利 可以隨時了解民眾 他的旅遊史 接觸史等等 這些沒有問題 但是大家期待 也希望的是在疫情結束之後 甚至最晚 在本條例施行期間結束之後 相關的個人資料的 這些徵集運用處置 能夠完全消除 我想這一點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舉實際的例子 跟行政院各官員來說明 我自己接到很多基層民眾反應 特別是現在大家很關心 許多的境外移入案例 空服員第一線面臨高風險這樣的環境 空服員女性跟我講 兩個月前她預約去乳房檢查 都請好假 結果見不考一地 診所告訴她發現你是空服員 抱歉 我們不看 兩個月放請好假去 要看診 同樣也有空服員帶著孩子 要去看診有輕微症狀 她很擔心 移到診所被拒絕 我想這些例子 對於這些行業 尤其第一線執行醫護人員來講 他們會擔心 為什麼我這些注意資料 現在為了防疫工作當然沒問題 但是後續疫情結束 能不能確保這些能夠確實的消除 我希望至少在特別條例裡面 能夠明定 避免這樣 我想不只這些 還有很多他們相關資料被曝露在 這些可能到醫院診所 他們會面臨 我認為他們一直反應 有這樣的疑慮 我們就應該在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明定清楚 這是我們提出宣傳當中最主要的目的 那也希望說法務部或相關單位 可以做一個說明 我再補充請教一下 因為剛才蔣委員有講到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空服員被註記 但是註記如果超過14天 現在醫院有沒有辦法 可不可以拒絕他的看診 如果他是看診的話 第二個 小孩子去看診 爸爸媽媽帶他去 那為什麼診所或醫院會知道說 你爸爸媽媽有這個紀錄 來我跟鄭委員說明 你現在講的和你條文內容是不一樣的 沒有沒有 我舉例 等一下 我先回應 假期要 疫情供應要刪除 那現在執行要有辦法 你是不是講這個 你要講這個條文內容 你不要講到旁邊前 就是這個條文內容 所以我先提出來 是大家對於各支現階段政府在運用 是有疑慮 希望說疫情結束之後 能確定這些消除 第二個回應鄭運彭委員講 你說孩子去看診 為什麼 家長會 也要要求 我自己個人實際的例子 我帶我兒子去看牙齒 小朋友看診 家長進去也要插健保卡 我也被要求插健保卡 因為他要知道我有沒有旅遊史 接觸史啊 所以現在都是如此 所以我不知道委員 行政官員知不知道現在情形 因為他認為我只要跨境診所 陪伴的家長都要 所以這是現在面臨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行政官不能做說明 好 保護部長要一面回答好不好 稍微笑 主席各位 有關於國民黨團所提到的這個版本 八條之一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不需要再訂 因為本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就有規定 個人資料收集特定目的消失 像這一次這樣的話 離遊史啦 接觸史 收集資料目的消失以後 那就應該主動政府機關或民間機關機構 本來就要主動依職權或依申請來消除 停止利用 本來就要主動 比方說假如他要收集我的 事實上我個人到醫院去 我也要被刷卡 他要看我有沒有出過禮遊史跟接觸史 最主要是因為防疫 那理論上來講 看過以後他會不會有禮遊 我不知道要請教衛福部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不只是 不應該只是在這個 基本上不應該只是在這個 疫期或結束以後 應該是說 目的消失以後 比如說一個月兩個月 我都沒有去 本來就應該 那個這個滾動式的消除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比如說這個 但是那個資料是存在的 我有沒有出過是存在的 但是這一次我有到和平醫院去 這個記錄應該他會主動消除掉 他不一定說我 我明天有到農總 下個月我到台大 不應該說 就在我去台大的足跡 因為那個目的消除掉 這個是值以上 所以基於這方面的 那個國發會 我現在個人就要保護來的主管 就是國發會了 國發會呢 已經準備一個說明了 在下禮拜二 就是防疫中心的 二十二十三次的會議裡面 要做一個正式報告 然後對外公佈 要求各機關跟民間團體 因為有的是私人人所 以這個為例 要確實的注意到這個防護跟保護 同時還有消除跟監督的責任 那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說明 因為法務部說 現在有滾動式消除 現在有這樣做嗎 是不是說明一下 收一下 當然目前在收集的資料有很多 那像剛剛講委員提到 這一種盜院 那因為門禁管制而刷卡的 那個是會 是會比較快的一個消除 但是像這個居家檢疫啦 或者是一些特定對象 他的出國史 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比較保留久一點 因為這疫情的變化 我們不知道 也許最後如果發現有確診的時候 還要去回溯的時候 要去勾連的時候 可能有他的必要性 那如果是確診個案的話 那他未來在資料處理的 個資處理的部分的話 會用這個去識別化的方式 因為他會有這個研究的必要 因為我們不知道疫情還會不會再來 所以不同的這些收集的資料 可能要有不同的處理的方式 那這部分的話 原則上都會回到個資法的規定去 那依照個資法來做處理 好 我兩點 第一個 我知道 你現在說的確 有在滾動室的消除 可能對於 可能要醫院診所的 要查看他 那這個 可能不需要管控時間那麼長 那所以對於可能 檢疫或隔離的 當然你可能怕之後又確診 需要做這個控管 沒有問題 但是不是 比如說要多長 比如說居家隔離的 我們一般是14天 10天之後你們還是會保留 那保留多長時間 還是一直到你們認為疫情結束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事實上 這一條真正的關鍵 在於職業別 到底哪些職業被你們註記 我現場我知道的 空服員 醫護人員 還有哪些 導遊 有沒有 那這些你們要保留多久 他們被註記 也許他們沒有被隔離 沒有被檢疫 可是他們現在職業已經被註記 他們去刷健保卡 診所 醫院馬上看到 你的職業別 他沒有接觸史 沒有流史 但是他發現你的職業 你是空服員 很抱歉被拒絕 甚至他的家人 陪他一起去 或帶著孩子去 孩子也被拒絕 這個問題 對 事實上是很嚴重 所以請衛部說明 職業別的問題 你們要怎麼處理 好 收問一下 報告委員 那事實上 現在的職業別的註記 主要是去辨識高風險的 那因為我們本來在這個採檢 有這必須符合通報條件才能夠做採檢 但是在疫情擴散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說 有可能是因為他不符合 就沒有那些特殊的症狀 沒有旅遊史 因為一開始只有旅遊史 沒有旅遊史 沒有特殊症狀的 他也可能會 因為某種不明原因的來源的感染 而造成了 這一個 他是一個確診的個案 所以我們對於一些高風險 這些高風險的意思是什麼 是說他所服務的地方 萬一他是確診的話 可能就會感染一大堆人 對於這些對象 特別去做註記 這個註記的目的是讓 臨床的醫師 一旦插到他的健保卡 出現他是這種職業別比較特殊的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到他的症狀 不必完全符合通報的條件 你覺得應該要採檢 就趕快給他採檢 所以這些人就是包括 剛剛委員所提到 醫護人員 空服員 另外一個就是 照顧機構裡面的工作人員 住民 照顧長照機構裡面的那些住民 因為這些人萬一如果是出現確診的話 很快的就會整個機構都會淪陷 會有院內感染 那在空服員那邊是怕整個飛機都會有 都會 旅客都會被感染 所以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去做註記的 所以這些職業很有可能 他根本沒有旅遊史 但因為我是這個職業 醫護人員或是我是空服員 結果我就被註記 而且是一直到你們認定的疫情結束 是這樣嗎 然後你們才會消除 那這段期間他只要去看診 都會受到這樣的待遇 被拒診的可能性 對就是我們必須要等到疫情結束 也是委員這邊要提到的 至少要等到疫情結束 因為這些萬一真的是發生的話 就是院內感染 那你們有真的他們知道被註記嗎 這個部分的話事實上是 並沒有真正的一個書面的同意 對因為我接到的是很多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被註記 你先提出來討論 沒有提出來討論沒有關係 沒有跟他報言 事實上這是不應該是 作為季節就醫的一個理由 但是你如果診所發現這種個案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做採檢 當然就是我們有一個轉整的辦法 他是應該要去做轉整 講清楚嗎 這一點在民眾黨上一次協商的時候 他們有提出來的 書在決議 就是要有主動告知周知的 這樣的一個效果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蔣委員剛好提到特別的職業 剛那個你的講法是說 不能夠拒絕 醫院方不能夠拒絕他看診嗎 應該是這樣 不能拒絕他的就是把他趕回去 那是不是你們可以用通令的方式 或公告的方式 這也沒有問題 他應該要 如果他沒有辦法做採檢 就是要轉接去做採檢 另外被註記 應該要讓當事人知道我被註記 這個能不能做到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行政院的回復是說 依照個人保護 個人資料保護法其實已經有 那我這邊看到的話 第八條其實公務機關 我們就不講廢公務了 公務機關呢 我們向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 使應明確告訴當事人相關事項 包含一公務機關的名稱 到底是誰在用他的資料 收集的目的 我想這個還蠻明確是防疫啦 第三個是個人資料的類別 還有個人資料利用的期間 地區對象還有方式 所以我想後面還有一些規定 那當然是因為 我們就不唸了 但是如果依據剛剛 蔣委員所提到的這個情境的話 聽起來現在衛福部 並沒有明確的告知 我們的當事人 他被收集了什麼樣的資料 這些資料會被哪一些 主管機關利用 還有他的期間跟地區 所以我相信這個 我們當然可以在這一邊 是不處理這個特別條例 去把這樣的 因為我們的附帶決議 其實也沒有寫得那麼清楚 我們當住民眾黨黨團提愛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是因為 也是相信說 行政機關我們會 依照我們的個資法 這是最基本已經有的法源 但是目前如果蔣委員所說的 這樣的情境是屬實的話 那確實我們在個資法的這個部分 是有為我們原本的法源的依據 這個也可能要請這邊回覆一下 衛福部應該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草委協商 那有關於這個提案 你們應該都看得到很清楚 所以有關於這部分 你要講什麼都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針對他的法條 你應該要回應 他最主要 你看他 說這次印裏扁條例 施行期間 戒滿或主動刪除 停止處理 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那這個應該可以做得到啊 因為你原來 應該可以做到 因為你 構思法 剛才講 其他法律已經有完備的規定 那這個應該可以做得到 你如果回應一下 這個就不會一直在這邊討論了嘛 那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先 先說一下 要再請一起回覆 因為剛剛我覺得聽起來 有關就是我們官員的說明 我覺得我們 是為了要控制疫情 所以民眾也配合度很高 所以其實這次我們在相關的各自使用 我覺得其實已經超乎了原來 在各自法的授權範圍 因為我們都是 當事人不一定知道狀況之下 就是搜集資料嘛 所以說有些就予以註記 所以為什麼才會覺得說 在特別條例還是要有一個條文的原因 是因為這次我們在特別 在特別條例反而就給政府 基本上比較大的授權 那為的是做防疫 那現在如果疫情過了之後 當然我們相對的應該把這個 政府的權利義務要講清楚 就是說當疫情過了 當然這些資料一定都要予以刪除 我覺得不能回歸到說 因為法本來就有明定 因為我們這次如果嚴格的說 政府在資料使用上 我覺得已經超乎了 原來我們在各自法 可以授予給政府機關所使用的權限 就是說他的法條他們的提案 是已經過了 過了你是像法務部長 講其他有了 就有了 就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 我們應該細心接受說 好這個我們來注意 我看幾句話就解決了 不必討論太久 因為疫情過資法 剛剛提到第八條的 第二項那個免告知的 那叫政府依法定職責去收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也不是每一件都要告知了 所以原則上第八條之一的 這個修正條文是可以不用定了 他還是可以回到各自法去做處理 我補充一下 所以我剛剛聽了法務部衛部的說法 法務部你提到個人資料保護法 十九條 十一條 對 但我們看到 只要不管十五條 十一條 好等等 只要工具館對個人資料 利用收集等等 都需要經過當神同意 對啊 但是現在 發現在疫情主義中心 在做相關個人資料的徵集 甚至註記的時候 是當神並不知情 甚至沒有得到當神同意 那這已經超出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規範的範圍 所以我認為 已經不能用各自法 所謂 第十一條 在使用完畢之後 政府會進行相關的消除 來解決 而是應該要回歸到現在這個 特別條例裡面 來清楚的說明 在疫情當中 疫情指揮中心所處理 利用收集的所有個人資料 必須在疫情結束 致遲不晚於 本條例施行屆滿後 進行消除 必須要很明確定定 否則 這些現階段所利用的個人資料 是沒有辦法 現在用 一般個人資料保護法來處理 請問部或法務部再通行 來收回一下 主席各位 基本上這些 不管是過去的資料 或是現在 根據指揮官所指示 收集的資料 都是個人資料 它的定性就是個人資料 所以既然是個人資料 就要回歸到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 剛才我特別提到說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不管你怎麼收集到的 或是說現在用指揮官指示 所做的 收集個人資料 那這種情況之下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 11條的第三項 一定 他就規定說 一定要把它消除 目的消失 比方說疫情結束 當然要消除 但是現在如果把它定下結束 一定消除 有一個問題存在 11條第三項的 但數有一個但數 就是說 如果基於指引職務 或業務所必需 或當事的順便 那個就不談了 比方說有人訴驗 打行政訴訟 那這可能某種程度的個資 在訴驗行政訴訟中 必須要超過那個時間 那這個又把它消除 將來就打官司就沒有好處理 所以我看說 不要定說什麼時間 本來就應該要隨時滾動消除 第二個 如果說一定要再超過這個疫情的可能性的話 當然這個可能不多 那也不要寫說在疫情 這裡定的很死說 疫情結束 比方說明年的6月30號 今年的12月31號 這個就很難了 因為這個有設要別的業務的進行 所以基本上11條第三項 反而是它能夠彈性可短可長 彈性喔 那保留多久 我想這個民眾更沒辦法接受 目的消失就要消失 看它的目的消失就要 我想很簡單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是說 我知道法部次長你的意思 就是說個人資料 一切都毀約到個人資料保護法 但是就是因為現在疫情指揮中心 你運用的個人資料 已經超乎你原本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 定義跟規範的範圍嘛 所以這部分 而且你第二個特別條例 你沒有說 非在本特別條例定定相關的 回歸到個人資料保護 你沒有嘛 對啊 所以現在疫情指揮中心所運用的 相關個人資料 事實上 是超乎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範圍之內 所以如果說我們認為 好 你如果說 如果有相關 利用個人資料 特定目的消失或情限限滿 會主動刪除或停止 那就把它定定在特別條例 很清楚 不要讓外界有疑慮 我想這點不為過 這樣 市政法務部跟 這個 剛才那個 衛福部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 蔣委員如果 他們講是說 依這個法律就是會主動消除 但是你真的說應該還是要 他們講彈性 你說不應該要彈性 是不是你去法條就 提出來好了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第一個 實際上的第八條 這個第八條之一不見 這個就沒有了 好 那現在政變點 你說有沒有超乎這個各自法 那彈性是講了另外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談的 談清楚就是說 假如 情緒上沒有辦法處理 這個問題的話 假如第八條之一不見 那後來這些事情 做也沒關係 跟民眾黨那個 那個 解育的附帶解育嘛 那耳後 你要再去修 那當然是一回事情 今天 今天 沒有這個程序 好 那就這樣啦 就 我看因為我們花太多時間 在這個議 來 總長 是這樣子 剛剛談到這個都涉及到 權力跟救濟這件事情 包括主動告知等等 那我們在法治委員會也 質詢過好幾次 所以願不願意就是說 雖然已經沒有八條一可以複利嘛 那要不要從我們的 這個 附帶決議的十六條 做為大家認知 這件事情的 實際上 不能決議去蓋嘛 不能就是先 不能決議去蓋嘛 你主動告知嘛 充分說明嘛 三救濟程序嘛 這個一定是你們在意的地方嘛 那個 那個彈書是講的 要留著 將來要救濟程序的時候 訴訟用的嘛 對啊 那你政府的行為 不可能 將還好 事實上有一次要 將來 你這個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市長你是不是可以回應 我們希望疫情結束就結束嘛 但一個來 兩個月又來 那事業又不見了 所以這個東西 行政部門有他 要去負責的部分嘛 主管部位有沒有意見 當然政府搜集個人各自不可能 都在意 可以啦 好 那我們透過負貸決議 我們會進負貸決議了 大家來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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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災 大家看一看 有意見提出來 好了 大家看一看 有意見提出來 好了 那是不是要練一遍 先讀一遍 大家看一看 有意見提出來 那這一個修正之後變成指揮官能夠做的事情只有這兩樣 那這限制過大恐怕沒有辦法做防疫喔 好來 那個實力黨是不是說一下 就說你們的想法 原本的一項還是在啊 第一項我們沒有移除啊 所以第一項原本就是指揮官也做的行政相關的命令嘛 那第二項 我們剛才增加的這一項是主要是針對 之前有針對說這個限制人身自由 恐怕有違憲之餘的這些給他一個法源依據 那前面其實所有的措施 目前在執行的其實都是在前面的第一項原本就是可以直接做的 只是針對這兩項我們希望能夠定 然後而且能夠進行行政院合定之後 所以其實並不是說指揮官只能做這兩項限制 所以所以時代力量的版本的意思是如果要做這兩項要進行政合定 但是疫情指揮中心如果一級開設理論上就是行政院就是他的指揮官 就院長是他的指揮官 但院長可以指派他人來做這個指揮官 那有時候就是院長自己當指揮官 那這時候他怎麼 如果我們想政院合定那個我們可以拿掉 然後主要是把劉一二主要是希望說這個違反人生行動自由的部分 我們讓他有一個法源 我試著來揣摩一下我們時代力量黨團的意見 因為原來的第一項這是沒有問題的原條文就有 那你們認為說原來第一項所作的內容 如果是底下那兩款需要報行政院核定 你們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第一項是造劉的方式 那你們現在是用剪裁的方式 如果你們是按照正式的條文 你們第一項先說明 疫情指揮中心可以違應變處置或措施 但以下兩款須經行政院核定 那這樣的話就是這兩款才需要行政院核定 那不是這兩款的話就沒有走行政院核定 你們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就是文字的表述就可能不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項是造就 但下列有下列的情形之一者 應報經行政院核定 這樣子的意思嗎 是不是這樣 得報經行政院 你是得喔 得的話就不用了 對之前其實大家有疑慮的那個 就是限制人生自由 是否有違憲的那個部分 給這個紓困和防疫的部分 有一個法源依據啦 就是想補充說明這個法源的部分 所以才列了一二 這兩個主要是限制人民移動的自由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補強 這個上次在這個地方也討論過 對上次其實討論過 討論過 因為你只有兩款嘛 事實上還可以列起更多款 然後今天可以列起更多款 大家都可以想像出來啦 那你這樣子會可能只有 那 就這兩款也壞 就沒有了 那本來就是說這個法律 法律在當初在 今天在寫這個法院的時候 有考慮過很周圓 有考慮過兩派不同意見的看法嘛 所以也在瑞潮也想像過 因為處理措施 用這樣的一個概化性條款 那你在這裡寫 你只有寫這兩款以外 你也必須要寫一個概化性條款 否則的話 變成 變成好像是 未來只有這兩個必須要處理 上次在這個地方 我想跟邱委員也談過了 我們也談過 那我希望就是說 一個同樣 談過事情 然後我們今天再回頭帶來等 我們再加一款 就是其他限制人民自由 原本上次其實是有第四款的啦 然後還是經過協商之後 我們也同意說 你再怎麼寫都要加一個 都要其他 再怎麼加都要加一個其他 都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偉然的地方 加了其他等於只有第一項 對 對不對 沒有沒有 主要還是因為針對人民自由選擇 那是先法保障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院長我報告一下 就是說 照時代力量版本 用意我們理解 但是我們有可能 比你們寫的這兩款 更嚴格的項目 萬一被發布實施的時候 那他還不用暴行政院 有可能比你這兩款更嚴格 所以你會加的其他 你會加的其他 可是加其他等於沒寫 這個就是很為難的地方 你前面可以寫十個加下一個其他 寫兩個再下一個其他 也是一樣 事實上很難解決 有可能比這個更嚴 說你不能出家門 疫情的狀況是第一次 你不能出大樓 比這個更嚴格 上次的黨團協商應該有討論到 其他更嚴格的部分 總的倒是表示說 這已經屬於總統 緊急命令的部分的範圍內 那個是奉承 假如真的這個 對啊 因為你上次學法還有 你上次學法還學到 緊急命令的樣態 趕快議員同意吧 那個已經在憲法上面 緊急命令已經衝突了 可是代表我們這版本 其實已經針對上次黨團協商之後的 結果來做修憶 應該是要重新再討論的 那現在就是說 所以今天他們條文 可能沒有經過完整的發行 那建議你跟他條文 再調整一下 調整以後 到底要不要接受 那是一回事情 再談嘛 那警察部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好 主席各位 這個部分的話 這上次還有前幾次的那個 會議裡面呢 我們也特別說明 也跟巨委也報告過 防疫 視同作戰 所以他很多狀況呢 都會牽涉到人民的權利益物 不是只有這兩款 這兩款其實 一個是行動自由 還不是人身自由 行動自由 像強制隔離 那個是可以提審的 那現在這個是行動 所以另外一個呢 營業就工作 比方說這幾天 他在你酒店的感染等等這些 不是不見的感染 就是有那個傳染的可能性 像這些的話 某種營業 就必須的全力會受到限制 那大法官的609號解釋裡面 他也特別提的 690號講錯了 690號解釋 他也特別想到說 在這個防疫的 那個是在SARS裡面解釋的 說他會限制到某種 人民的權利自由 是容許性 有那個法律的容許性 那至於說高度的 通常這種容許性呢 是存在人民權利受到限制 或禁止的中度或低度 如果是很高度的 比方說到全部的封城那些的話 恐怕要用緊急命令 那個是憲法上的總統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賦予指揮官 在這裡第七條所指揮 事實上是補充 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所列舉的幾款 那幾款呢 那是在16年前訂的 不符我現在的傳染性能那麼快 事實上呢 從一月底到現在呢 變化很多嘛 所以還是給指揮官 有某種程度的一種前線 那他不能預約 不能夠預約 也要公告 包括國民黨團 包括這個民眾黨 他所提出來 就是不能預約 這個要很小心 同時他全力受到限制 可以救濟 又是可以訴願 從這個方向來看的話呢 這兩款呢 事實上是沒有必要再單獨存在 因為他本來就停留在第一款 第一項的範圍裡面嘛 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則嘛 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則嘛 那這樣就回歸到行政院的條文這樣好不好 就回歸到 你們再討論一下 你們再討論一下 如果還有一件就寫出來 就寫出來 好 那下一 我們就討論下一 在《習近平議員》 林詚民眾黨團的修正動議 我們就討論 那這個部分要請誰先來收費 來 曾委員 好 謝謝 謝謝院長 有關九條之一 其實我們國民黨黨團的修正中 也有類似的情況 主要是兩個部分 第二部分是銀行及保險業 在執行紓困政策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的營業稅 從5%降到2% 正在民國90年代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政府執行過 也就是政府挺銀行 銀行挺企業 企業挺勞工 所以當時執行效果非常好 你說你現在 你政府沒有挺銀行 你說叫銀行去做紓困政策 假設是供應銀行或換工股 那沒話說 所以我們是主張銀行的營業稅 從5%降到2% 那這3%的部分 銀行全部拿來紓困 這樣才有真正達到 到時候銀行能夠挺企業的重強度 假設銀行可以挺企業 企業才有辦法 百分之百還挺勞工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第二個 一般營業稅 假設這個產業 經過財政部認定 有嚴重受到衝擊的 它的營業稅 從5%降到3% 因為各位很清楚 為什麼要這企業繳稅 其實我們過去有個理論是養額理論 那現在營業稅不管你有沒有賺錢 你都要繳 那現在尤其中小企業 147萬家裡邊 有些已經虧損非常嚴重 那已經撐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降 尤其財政部 已經對小規模的營業人 已經調降他的營業稅30% 那小規模的營業人已經降了 那一般的中小企業要不要降 所以基於這兩點 我也提出了我九條之一的條文 另外國民黨團的類似 行政動議條文也是類似的規定 謝謝 好 還有實在力量也有 實在力量就是 我們可以改用附帶決議來處理 好 我們已經提出來了 好 院長說明一下國民黨團的版本 好 蔣委員 第九條之一 兩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 對於這一次受疫情影響 因為困難的這些產業事業 在營業稅的部分 我們希望範圍能夠從現行的5到10% 然後往下降到3到8% 那當然 現階段財政部是定5% 我們只把這個range把它放寬 財政相關單位可以試疫情 來訂定相關的營業稅率 第二個 是對於小規模的營業人 所以小規模也就是 所謂需要核定課稅 他們有一定的稅率 也許願意收到25萬以下 這些 事實上 他們是在這波疫情當中 抵抗能力是較弱 所以 這一部分我們認為 對於他們應該是 主張營業稅全面 事實上我們有統計過 也許財政單位也可以提出來 大概總數49萬家了 不到50萬 所以事實上 對於 他們在紓困上面的照顧 是應該來做 事實上 全部我們算過大概 一年大概也 20多億 那精確的數字大概 財政單位他們可能可以提出來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最需要照顧的 應該給予他們 相關營業稅的全面 小規模的 所以這九條之一 我們兩個重點 請回答一下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那財政部這邊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 關於營業稅 由5% 調降 5到10% 調降為3到8% 這個 那 各位也都知道 營業稅是我們 一年大概 將近4千億 那麼他是 除了中央政府的 主要稅收來源之一以外 另外也是地方的 統籌分配稅款的 主要來源 那麼收了40%以後 收了之後 40%分配到地方政府 那麼我們預估大概 降一個百分點的話 將近大概750億左右 所以兩個百分點 就將近是1500億 那這樣對 地方政府的統籌分配稅款的影響 這個是一點 值得 這個考慮的一個地方 如果是這樣 40%的話 可能也是600多億 地方政府的裁員 就馬上會損失掉 那我們的營業稅 事實上 我們營業稅 5%是全世界 實質加值型營業稅 最低的一個國家 幾次沒有一個國家的 營業稅比我們低 所以這個 我必須說明 那麼 小規模營業人的營業稅 事實上 我們現在已經先行 把它調降百分之30% 那未來我們會試情況 因為小規模營業人 有些是受影響 有些是沒有受影響 那受影響 未來我們會再進一步 因為國稅及人力的關係 如果實際查核發現 它已經停止營業了 那自然而然 他就沒有稅 我們就會把它核定為零 重低核定 但是你說 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會試實際情況來 重低核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 這個第二點 第三點 剛才鄭委員所提到 這個金融營業稅的部分 就是銀行 保險業金融營業稅的部分 那麼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原因是 為什麼會調降 是因為那個時候的銀行的 這個所謂的貸帳比例很高 銀行的金融業的這個體質很不好 所以我們就透過調降這個營業稅 從5%調降到2%的情況 那麼3%的部分 讓它去打消貸帳 2%進到金融重建基金去 就是說萬一未來如果金融業 又發生類似的情況 從金融重建基金去健全它的體質 那現在呢我想等一下這個金融會 張副主委也可以說明一下 現在我們金融業的這個 所謂的呆帳的比例 已經降到0.24%左右 所以這個體質是非常健全的 那過去幾年金融業它賺了那麼多錢 上動輒好幾千里的這個獲利 那麼現在因為經濟情況協助政府紓困 那麼我想這個也是一個社會責任 當然啦我從我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過去也就是為什麼 在104年之前都是2% 104年之後因為為了財政健全方案 所以我們把它調到3% 調到5% 就是金融業跟保險業的部分 調到5% 那這個多的3%部分是進到國庫 讓國庫收入增加 那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們整個的財政健全方案 那麼讓我們最近這幾年的財政 能夠比較穩健一點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錢 才有能力去舉債 來做紓困的相關的措施 所以這一點我必須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另外我再更進一步說明一點 在2008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們稅制沒有任何的調整 我們的稅收就減少了2500多億 2500多億 就是沒有任何稅制的調整 稅率也沒有調 就減少2500多億 今天如果有任何的稅率的調整 造成的稅損會更嚴重 那未來如果面對 就是說面對疫情更嚴重 經濟更嚴重的衰退的時候 我們的財政能力也是要考慮的一點 我想我先說明到這個地方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說明很清楚 當我補充前面兩點 我們放寬 就是說變到3到8% 是給予財政部一個彈性 而且只在紓困特別條例裡面 那至於要不要調財政部決定 也許可以不用動 但是給財政部一個空間 未來如果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到非常嚴峻的時候 至少財政部有一個空間可以做決定 當然我們是授權 我沒有說一定要這樣調降 因為當然的確這個稅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第一個我們要說明 第二個 關於小規模營業稅的問題 我知道財政部有已經在說調降30% 但是現在至少我接觸基層的哀鴻遍野 特別是小規模的這些商家 所以當然沒有問題 部長剛剛也講 你們會是疫情的狀況 對經濟產生的衝擊做一些調整 但是我希望大家已經看到 IMF已經說我們GDP下修到-4% 可以預見可能的衝擊 尤其對於抵抗能力比較弱的 對經濟衝擊抵禦能力弱的這些小規模 他們現階段很需要在疫情階段 特別是我們只是在特別條例喔 針對特定的這段期間 給予他們這樣的全面 至少讓他們撐過這段期間 所以這是我們提出的目的 當然我尊重部長的專業意見 如果沒有願意要做這樣的修正 但是至少我們還是必須要幫他們發聲 還是要提出來 好 好 來 第一個 就是受到 嚴重衝擊的產業 不是全面性的 部長不是你講的 全面性不要減到3%或者2% 第一個是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部長也看到 當時的整個財政健全方案 是在104年對不對 那是馬政府建立好的基礎 所以你看 今年的第一季 稅數還超收 對不對 創歷史紀錄 所以就4000多億 這表示其實有空間 尤其是中小企業受到嚴重的衝擊 他快關門了 租金也繳不出來了 員工的薪水也繳不出來了 你還給他收這個嚴慮稅 我覺得是有必要檢討 我還講一次 就是說你針對 而且你財政部要針對哪個產業 因為你有一個斟酌的空間 你得嘛 你可以看嘛 真的就活不下去了 而且你不是前年啊 你要檢個一個月兩個月 讓他喘個席 把元氣留下來 以後走更遠的路 部長 以後的稅收更多 因為他各位還沒 好 部長 非常謝謝兩位委員 那我再進一步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第一個就是說 怎麼認定受衝擊產業 這個財政部不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可能很難去認定 但是我必須說明的 如果因為受衝擊 他因為受衝擊 他的營業額減少 那當然進向稅額相對也減少 所以他的稅自然而然就會減少 這是營業稅本身的問題 那如果小規模營業人 如果他因為受衝擊 他停止營業 他來跟我們講 我們就不會對他課稅 這個都有一個機制在 都有一個機制在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即使開一統一發票的 他因為受疫情影響 他的業務萎縮沒有辦法繼續營業 他可以暫停營業 他只要跟國稅局講 我這個月這兩個月要暫停營業 他的營業稅自然的人就沒有 他都可以來跟我們申請 那小規模也好 或是開立統一發票的也是一樣 都可以來跟我們申請 這個在現行稅法上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怕的是根據過去的經驗 這幾年只要稅率降低 要回復就很難 你像那個產業創新條例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還有這個獎益投資條例 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來 都是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怕的是這個 那這裡另外一個 剛才所提到的就是說 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剛才所提到財政健全方案之外 我們107年實施的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那個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讓我們的營所稅的增加蠻多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這兩年來 這個我們稅收增加的一個原因 那剛才曾委員所提到這個 這個今年上半這個前一季這個稅收增加 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年終獎金在一月份發放 擴角的所得增加 還有就是台積電 他按季發放股息 他股息發放增加 所以我們主要來自於這些 還有證交稅 因為我們這兩 這三個月的這個交易額增加了 所以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短暫的一個情況 不能用短暫的情況看整體 所以我想這個 我必須說明到這樣一個情況 那如果真的受到影響的產業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有紓困方案 我們未來我們目前行政也正在推 這個所謂的小規模營業人的這個紓困 那個透過紓困直接給 給這個紓困會比較快速 好 請柯總召 第一個 你少少兩趴就少1600億 好 你先進兩趴就是 就這個是統籌稅款的部分 沒有 沒有 這個就這個實際 實際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你也內行的人 好我們談稅事好了 剛才部長已經講得非常懇怯 一行一拜 因為稅本來就沒有 你可以 甚至可以統一 那邊都可以處理 都是沒搞 整個稅事的改革 我想證明中也很清楚 那 大家都知道 剛才應該提到 從以前我們的稅事 從 從獎益投資條例開始 用了20年 國家稅準多少 當然 那時候是加工處理 實際沒有辦法 必須要政府的稅收 必須要獎益投資 然後引進投資 然後早期的經濟發展 沿路也走來 那 產業創 促進產業生理條例也走了20年 那促進產業生理條例的時候 對資源評級 抗案持反利益都可以 都可以 減稅 OK 包括個人股東投資提前也可以減稅 然後包括自動化 RD人才培訓等等 都可以減稅 後來發現這個稅準再少了 再太多了 所以一路再做這個 促進產業生理條例 那是 那坦白講 資源評級 那個是為了六千 所以國家政策和稅制 是一個 產業發展和稅制 是一個並行的東西 那時空發展的不一樣的時候 包括科學年期以前 五零免稅也都沒有了 好 那現在企劃也有一次 所以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所以到後來產創條例 那產業產業產業 只有什麼 比如RD而已啊 那這個稅一減 一減的時候 我想各位很清楚 工具長項條例的時候 在 在 我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曾經把 影音鎖稅 降到百分之 17%而已啊 這上次國家整個稅都沒有辦法 所以 那時候腦筋又動到 保留影音疑4% 又增加到15% 被反對掉 那後來整個稅一直改 那 目前為止 又回到20%了 民主要回到20% 民主要回到20% 民主要回到20%的時候 同時把兩歲合約也起掉了 也起掉掉了 這個是國家財政 健全發展上 一路上 國家稅制 和整個產業政策 和整個國立 和整個國家 國家的財務上 支持率相關 這一路走來走 這麼多 大概在委員會 二十幾年來 成了這麼多法案 但是今天回到一個問題 你再重來 重來 重來他本來就是 用不用就沒有交稅 你現在重來 當然第一個 2%就是1,600億 總共付出稅管 給地方的部分 結果 國家就是這些錢 我們現在要 把國家的錢拿出來 大家要想辦法 我們還去想辦法 把流量也打開了 所以 那這個應該要綜合考量下 假如說 這樣一個提法 沒有把整個 整個國家的稅 包括世界 整個過去的情形 講清楚的話 也就是聽你的話 欸不錯 我降水就好 人也要降 我說這個 那這個 包括等一下談到 剛來 銀行業也沒有談 那原來你知道 現在我們 你要降下來 那時候會有RTC RTC之後 變成5% 裡面3% 2% 2% 2%去做RTC 這個還沒結束 到113年才會結束 那你現在銀行 要把他降稅 實名的論 這個都有帶斟酌 那扁案就 先保留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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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講到這裡 保留 保留就說 你再委員會要表決說 你再提出 我們再面對 好不好 好就保留 好 接下來就九條之二 會請 陳委 好 謝謝 其實謝謝剛剛 柯總釗提到了 其實我們任何的提案 都是經過很審慎的皮固 抬出來 所以我覺得在 論述的時候 不要先跟人家抹黑 在這不合適 好不好 不要抹黑我都覺得 阿樂 好 好 九條之二 因為各位很清楚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台灣控制得不錯 但是你現在整個對經濟的衝擊 從製造業 延燒到服務業 延燒到所有的勞工 那些變成消費嚴重不足 整個消費嚴重緊縮 那當然 國際貨幣基金會 說我們可能負成長百分之四 但我不認為會這麼悲觀 但是顯然 即使現在疫情控制不錯 但是消費嚴重不足 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 振興消費支出的酷除偶 明年 有時候後半年 假設疫情比較緩和之後 那每申報戶 有個十五萬元的消費 被支出的酷除偶 來緊急刺激消費 我覺得對經濟 加速經濟的復甦 有強大的幫助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這也不是自己發明 在1990的時候 亞洲金融風暴 韓國就曾經提出過 他甚至用你刷卡 消費一百塊 你可以拿八塊或者五塊 拿來抵稅 我覺得這個太強 而且也怕 有錢人才來刷卡 抵消費 我覺得這不合適 所以我就把它做修正 提出了振興消費支出的 我相信他稅損相當有限 但是可以讓現在消費不足的情況 疫情緩和之後 可以加速整個經濟的復甦 到時候你真正經濟復甦 你搞不好做帥事支出的結果 可能還沒帥損 因為你加速他的消費的話 也可以創造營利稅 也可以創造營利支援手錄稅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好的措施 而且韓國過去也有實施過 謝謝 麻煩中委員是不是九三九四 一起吧 好 好 謝謝 專業 九之三 那個抬頭要 可以懂得到你先看清楚好不好 受嚴重傳染病會員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的產業或者事業 他進口的貨物應徵的關稅 或者適用的關稅配額 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的稅利裡面 可以增減 可以減啦 減百分之一百 其實現在關稅法72條也有 這一次也用 只是現行的規定不清楚 我多試啊 把它規定更清楚一點 這一次財政部部長很清楚啦 已經有用了嘛 進口口罩 進口口罩或進入其他的 其他的 醫護的產品已經用 只是現行的72條的關稅法 其實 才能用這個有點過當啦 不合適 但是我認為把它修得更清楚啦 好 這是九之三啊 九之四 九之四是 跟各位報告 他的標題也是 主題也是 受嚴重特殘傳染病 會員影響 或發生營運困難的中小企業 要講喔 是中小企業喔 是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家中小企業 所以 石霞市或現在政府 應克徵的房屋稅 和地價稅 得以減免 我其實我沒有黨派的意見啊 像桃園市也在研議啊 你一段期間他疫情嚴重 你減免他的營業稅 減免他的房屋稅 或地價稅 但是不是像 當然桃園市還在研議 那桃園市 他財政很好啊 他也在能力啊 他可能研議之後 可能減他的 房屋稅、地價稅啊 那我是建議說 有一些像嘉義啊 雲林啊 或者台南市啊 他財政沒那麼好 那假設他減免的 地價稅跟房屋稅 在減免的期間啊 財政部 可以 跟他補助啦 所以純粹是 做這樣的建議 好謝謝 謝謝 謝謝曾委員 看各位黨團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來 那就請請 好來 張委員 有關曾委員的這些修正案 基本上是這樣 我這邊代表民進黨團 民眾黨團 這邊 抱歉 有點混淆 因為開得太混了 沒關係 我想民進黨團可能也跟我意見相似 基本上 剛才財政部部長的建議 我自己覺得說非常重要 因為事實際上 其實我們這些紓困 在過去的一些經驗裡面 如果說貿然的做很多這些降稅 降營業稅這些 如果沒有搞得很精準 事實上之後所產生的這些分配問題 有的時候反而會更嚴重 我們如果看當年的SARS 其實有些受創產業最嚴重的是什麼 大家就營建業嘛 當時也有對他們做了非常多的這個紓困 結果大概從SARS之後 我想國人大概都也不用買房子了 其實這就是一個現實 那而且這些的降稅的這些活動 如果要是抓的不精準 其實最終其實也是好到了那些 就是那些大財團那些 那因為坦白說 要真的要寫作文的話 其實他們也是蠻會寫的 其實這個結果反而是不是見得是那麼好 所以要做這些事情 我都覺得說要非常非常精準 那尤其像在地方上 其實這些東西有的時候 常常也變成是說 是我們中央請客地方去買單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要讓地方這些 不管是剛才統籌分配稅款的這些的影響 或是說造成房屋稅低價稅這些 其實老實說 台灣這些稅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個稅制 我們可以說 完全就是讓這些大企業大財團 高興的不得了 其實小老百姓省了幾百塊錢的稅 但是最終的那個分配效果 我覺得對他們是極差極差 所以其實我是高度的要呼籲 其實我們今天做這些事 不要變成一個只是個開了一個後門 尤其這些稅 表面上看起來民眾當然有點希望是要做這件事 但是實質上 到底我們真的要問實質上最終的分配效果 所以我們要如果要做這些 我們民眾黨團員這邊全部都會是反對的 那而且我會要求 如果要做這些的話 其實我們要有很好的這個財政上的這個評估 而不是說 就是說今天因為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就是做這些 尤其是有一些營業的這些方面 這些真的我覺得說其實我們過去的經驗 實在都是一些太惡劣的例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正視這件事 所以以上是我們這邊的建議 你要讓鄭先生說 我要回應一下 謝謝民進黨的意見 民眾黨的意見 但是我意思說你要回應我意見 可能要先弄清楚 我裡面講的是受疫情嚴重的中小企業 不是你講的大財團 我講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經濟部有非常精準的定義 所以第一個要弄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說SARS期間請部長講一下 降了什麼 哪些稅 什麼降了很多稅 你先弄清楚 沒有啊 SARS期間沒有降稅 稅率沒有 對啊 所以你不要亂講話 搞不清楚 現在火定打我一把 民眾黨站這一點 不要上玻璃訓 來 讓財富部收費一下 這個 我想 非常謝謝各位委員的這個指教 那我 另外 我先 再說明一下 就是92 93 94之前 針對前面 營業稅應該已經保留了嘛 我再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受影響產業 你稅率不一樣的時候 金項稅額跟效項稅額可能 那個差距會有所影響 不過這個 再說 我先就第九之後來看 這個所謂的消費振興的這個擴除 那這一部分的話 如果真的要這樣做 每一個人的消費都要實名字 每一個人都要取據憑證 那 每一個人都要取據憑證 那所得稅是所得稅 我們實施的不是支出稅 如果今天我們實施的是支出稅 就你的支出業都有課累進稅率 那用這個支出來 來擴除 那沒有問題 今天我們實施的是所得稅 所以消費支出稅 這個消費擴除這個部分的話 反而會讓越有錢的人享受的租稅又會越多 當然 他可能 他的消費能力高 所以可能他就是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他消費能力高 可能他消費也多 可是就從某一個所得稅的精神來看 這個基本上是違反了所得稅的精神 那另外一點在實務上來講 如果真的要這樣子的話 我國稅局光收集那些消費的收據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消費 也許有錢 越有錢的人 我就收集也都是收集 其中一個人才申報就好了 會變成是人頭 會變成是人頭 這個是第九之二的這個部分 九之三的部分呢 因為他是這個所謂的 我們目前實施關稅法第十七條的規定 是針對大眾物資 那這個大眾物資 我們是經過這個CDC這邊認證通過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這裡呢 政委員所提到這個是受影響產業 這個不一定是大動物 因為關稅法講得很清楚 他要認定是大動物資才可以 所以我的建議是 我們還是回歸到關稅法這邊 那麼第九條之四的話 是這個所謂的地價稅房屋稅的部分 地價稅房屋稅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目前在疏困方案裡面 像受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李宿越他的飯店旅館 那麼交通部目前有針對這個 就直接給他補助50%的這個稅額的補助 地價稅50%那未來也規劃房屋稅 也會有類似的補助 那這個是受影響比較大的產業 那我想透過這個補這個紓困方案來做 應該可以更直接一點 那如果全部都降的話 或是地方政府去降 他也不可能分哪一個產業是哪一個產業 那可能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 會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基本上那如果要我全部補 我還有其他的紓困的支出還要需要 所以地方政府可以視他自己的財政狀況 適度的來挑戰我們沒有意見 那未來如果說在地方財政這個評估的時候 我們會跟主據總處這邊會適度的去考量 那另外一個關稅稅率的降低 會使得國內的產業 本來跟國際競爭的國內的產業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所以我想我簡單的說明到這個地方 好 我還是誠懇建議說曾委員這不用堅持啦 簡單來講是這樣 九之二會變得有能力消費的有錢人 那他所得稅額高他扣除多 40%的人消費15萬他扣6萬 那0%的人他消費15萬沒得扣 這個會反向啦 這跟我們的那個我們的稅制是反向的 跟我們公平性也是反向 九之三會變成說 你購買國內原物料的人 你沒有稅率的減免 你進口的反而減免 這會衝擊國內產業 那九之四都會變成有地有房的人 他有減免 不然人都沒有 所以就會有這個負面效果 當然不是全面說你的條文就是 完全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在你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無法避免啦 我承認說不要承認啦 好不好 我講一下好不好 來 手頭稅是一個名詞 手頭稅和消費支出沒有直接關聯 這個剛才部長也講過嘛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說 我經驗到我都可以消費嘛 不然現在就沒資料消費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樣 那你這樣的設計 是變成有錢用得到 沒有錢用不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才要評證那個基增成本非常高 我想這一點有關於手頭稅和消費 那個消費扣底 我們先把它分清楚 就這樣 有關於進口稅 我們現在我們的稅率 大眾物質嘛 那稅率1.14 1.4左右而已 1.4左右而已 已經非常偏低了 那 那是大眾物質上面用得到 那第三個 低價稅和航物稅也是地方稅 那你現在用 減免料 中央買單 你這樣一定是這樣 減免料也用中央買單 那所有的 情形就是說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稅額而已 那你要考慮 考慮要整個財政穩定性 那我們這次 這是要支持很多 那 這樣的情形底下 我們現在行動 把地方 減稅大家都要同意 那這樣整個 概念上不一樣的 就是說 財政部 和經濟部 整個政府 是 能夠直接補貼 直接補貼 那 因為一開始 這個線已經發上去了 沒有從減稅方面來做 因為減稅有的普遍性的話 有的是根本用不到 包括你剛才講的 那你扣體額 消費扣體額增加的話 那個和鎖的 是無關的 那我經常會有消費 所以我覺得 這整個92 93 94 乃至於剛才91 我們算保留就好 那幾個賞款 好不好 好 謝謝 92的部分 其實你要看 現在 政府提出來的 幾乎都紓困方案 幾乎 你聽我講吧 沒有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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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典型的振興方案 你假設短期期間 要刺激消費 你要趕快把經濟拉上來 我剛剛講了 你可能實施的結果 讓現在急速萎縮的經濟 拉上來 你可能評估之後 你還增加營業稅 還增加營利是在所得稅 這個也就是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韓國實施的效果非常好啊 國外就實施很好效果了 把今天把經濟拉上來啊 這第一點 第二點說 這個關稅 國內馬雲 就沒有這個優惠 我的第二項 仔細看啊 財政部 會去匯商相關主管機關 匯商 經濟部啊 看看有沒有必要在做啊 能夠把他的效果發生到最大 把他的負面降到最低啊 九之四 剛剛鄭英鵬委員講說 這個都是受到嚴重傷害的 發生困難的中小企業啊 主題都要講啊 怎麼會說沒有房子沒有豬沒有 沒有受到影響 你的主題是受到嚴重影響 而且已經發生影響困難的中小企業 才減啊 而且減是減一個月兩個月 讓他渡過難關 啊不然我問一個問題啊 我講很實際的問題 我在財政委會問過 院長或者柯總統 你是曉不曉得 國內 都可以 國內 146萬家 146.6萬家中小企業 蔡政府拿出來說 有七千億代款對不對 這146.6萬家中小企業裡面 有多少家可以拿往來 走到已經知道 18萬 送信保的11萬 所以將近130萬家的中小企業 根本拿不到政府的協助啊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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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荒案 我問這個問題 沈榮金 他也沒辦法答覆我 因為 146.6萬家中小企業裡面 跟銀行有往來的 有跟銀行借錢的 這18萬家耶 其他的 你現在紓困錯事根本 都沒有救得到他耶 所以其實 如同剛剛總召講的 我是好意提出來 但是我不堅持 好不好 謝謝 保留來表決 曾委員真的是好意 非常謝謝 我們就保留 929394 保留 那接下來我們就討論第11條 總召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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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討論第11條 好了 這個11條之前已經大家有交換意見 那看 今天有沒有要再發表高見的 所有者也要保留 保留了 因為這位 都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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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隨調都講過了 大家都講過了 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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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講 再講 好 好 就是在哪裡 有有 慢慢聽我講 先講 再寫 好 主席 時代力量有9-1 時代力量有9-1的部分 在附帶決議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先問一下 9-1 就是有註記的那個 同性伴侶那個有延長 我不知道那個 那個 那個 有沒有 可以延長 就是 互帶決議那個 那個 陳偉 互帶決議 我們不講 那個三組通過以後 各黨還有很多會議提 對啦 對啦 互帶決議 各位 好 我們現在就針對 針對十一條 來 互帶決議不討論 好 我們 國民黨 一直主張 在第十一條 這一次關鍵 行政院送進來版本追加一千五百億 我們認為 現在最急迫 應該在追加預算 直接發放現金 經過排富之後 這幾天 我看到 民進黨的朋友 透過媒體也好 網路也好 對我們提出的排富機制有很多的指教 沒有問題 我想 特別是 財政部 主機單位 如果能夠提出更精緻 精細的 精確的 排富標準相關的數據 我們歡迎 大家理性討論 民黨也可以提出來你的版本 怎麼樣定定相關的排富 如何定定 標準如何 都可以討論 但前提是 大家有共識 直接發放現金 只有直接發放現金 我們來討論才有意義 所以 現在 就講清楚 民進黨 你要不要直接發放現金 經過排富之後 要 還是不要 不要 也不用跟我討論 你要怎麼排富 怎麼定定排富標準 現在就講清楚 未來你要不要發 你不要現在就講 那很重要一點 我今天早上 也看到蘇貞昌院長 講說 現在 民進黨也在發放現金 我感覺非常奇怪 在4月7號 蘇貞昌院長 做不了事的事情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4月7號 現在 蘇貞昌院長說 發現金 是同樣一個方案嗎 我先請問行政院 是同一個方案嗎 第二個 現在 行政院拿出來 1035億 變成 發現金 我也很納悶 這個是本來你們紓困家要做的 薪資補貼 你們要申請 要跑流程 還要審核 更不用談你們的 第一階段執行效率 這麼低落 給你現在 一兆零五百億 扣掉現在 一千五百億 九千億 你們發到哪裡 告訴大家 民眾 沒有拿在手上 再來 你們的方案裡面 勞工部說 可以涵蓋 兩百一十五萬人 許部長 是不是涵蓋 兩百一十五萬人 若是沒有問題 87萬 勞工朋友 你們的方案 各種薪資補貼 涵蓋兩百一十五萬 來 今年二月 勞動部統計的全國勞動 就位人口 大家也知道 一千多萬 一千一百五十三萬人 扣掉 勞工部你們的 薪資補貼方案 照顧兩百一十五萬人 剩下 九百三十八萬人 經過排富之後 相關標準 不管你們標準定多少 就算排掉一半 九百三十八萬人 排掉一半 四百六十萬人 這些人 難道不應該被照顧 這些有什麼 沒有投勞保 甚至連加入工會 保費 保費繳不出來的老公 還有包括 穿梭車鎮賣玉蘭花的 清潔打掃的婦人 包括打零工 街邊舉廣告牌的 如果這些四百五百萬人 民黨你把他們遺忘 國民黨沒有 這些你要不要涵蓋進去 財政部主機處相關單位 你們有所有這些全國財稅 總歸戶的數據資料 你們手上有這些 包括連貞資料等等 你們只要回去跑你的數據資料庫 兩三天就可以告訴大家 你們要納入哪些人 哪些應該被照顧 哪些應該被排除 我們需要照顧這些人 我們的方案 經過排富以後 我們不願意漏掉任何一個 應該被照顧的人 避免漏網之魚 這是我們的方案 今天民進黨的朋友 行政院認為 排富標準要更精確 沒有問題 我們好好討論 但是這麼多人 扣掉排富以後 四五百萬人 這些 需不需要被照顧 我就請教 這些我們沒有遺忘 這些就是要被照顧的 我來回答你好不好 我先請問你們 你們的排富怎麼調整 我都沒有資料 有沒有資料 是不是可以會場 跟市提供一下資料 我先請 財政部 我來回答 我來回答 我們是黨 你們是排那裡 我們也看不到 各位回答沒有關係 沒有資料怎麼討論 你要回答 我要回答 剛才外面委員講得很好 你們當時 在處理不說來聽話嗎 你們就是不排富 你們所有排富 你說我們說你們有排富 你說有排富 啊怎麼排法 你講得輕輕看 我們怎麼有收拼這麼多 本來就是要說的 我講話 你等我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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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沒收拼 所有的學長 不是在那裡 相機如賓的 一定是政策辯論的 那你講個半天 我實在很仔細要聽你的排富 是什麼排法 我們才能夠對岸 行政單位 等一下 行政單位等一下回答我 叫他回答很清楚 但是 曹爾學長坦白講 你先回應 你先把你的東西拿出來 我們才能夠對焦 我一直講說 只要你的方法好 我們原來就有 可以考慮 原來在哪裡 原來的修正動議就有了嗎 你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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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萬的那個不是嗎 那你要說 1700萬人嗎 你為什麼計算七五才要牌 我們先針對這個 你先告訴我 你什麼計算七五才要牌 不是兩個牌 我們原來的 現在已經 240萬 到了一個臨界點 大家必須要來 理性討論的時候 好來柯總釗 我來回應 第一個 先溝通 印出來 這樣溝通 印出來了 這邊的我們的修正動議 來 修正動議裡面 我們也懂得四字 要不要幫你唸 我怕總委員看不懂 我唸給你聽 我們參照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 各急劇申報稅付統計 一定急劇以上者不給予補助 我多少急劇 急劇越低者補助越高 這個我知道 急劇的話 我們都是有計算基礎 計算基礎 你一定告訴我 你哪有急劇嗎 你上次講一個百分之三十 你上次存在這裡講 如果 蘇貝長 如果我有掌握 全國的總歸數相關數據 我就不會今天坐在這裡 換我坐在你那個位置 這些數據 一個立法委員 我會掌握你所有的大數據資料庫嗎 你有總歸戶資料嗎 你有所有的珍奇資料嗎 如果我有我就坐在那位置 我會提出107的問題 我會提出107的問題 我是用比較溫柔的方式來回答 好 問答一下 這樣啦 這一題 應該是最後比較要大家討論清楚 既然討論清楚的話 必須各黨把自己的論述 法案內容講清楚 當然我們是行任一體的 所以行任提出法案 行任提出法案 我們會看 包括任何一黨提出法案 我們都會看 這一點先確定 第二個你是要排庫 然後一定記記 但我現在一直說 假如我是你的話 我一定像 我要寫這個法案的時候 到時候要論述 把他上台發言等等 把他每天在報紙上講那麼多 我不能講說 你不能講說 我有排庫就是排庫 一定記記 我是你的話 一定先行任 要資料來 然後我自己寫法案 然後我能弄得很清楚 這樣才經得起大家的討論 以及大家討論 然後我現在開始回答你的問題 你不要講話好不好 拜託我先講一下 你等一下 誇張 來 你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發現金 當然有啦 只是發現金的方式不一樣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你講說 這個一定記記 然後發下去 全部發下去 全部發下去 那我們邏輯是 當然有發現金 包括這一次 這個我們手上資料 早就在各位手上 也就是說 行政院這一次 一千五百 對 一千零三十五億 是發現金的 那這當然 我想 這個 內容 內容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然後我 稍稍聽一下 這樣我們 說不然 車 已經講到最後 這個結論 等一下 你先來講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在談這個的時候 我們 當然 我想 行政院 你這個真的切實嗎 行政院要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財稅中心的資料 先不掉出來 財務要去勾基 一定要是這樣的 否則他沒有辦法寫這個 這個 這個自營工作 一百一十萬 要三百三十六億 薪資補償四成 然後八十萬 要多少 四千一百九 四百一十九 點二億 他寫得很清楚 當然 這個是 你也可以挑戰他 沒有錯 這些加起來 總共多少 一零 一零三五 好的 這都是現金 所以問我有沒有現金 當然有現金 只是現金發放的方式不一樣 只是 這個 這是一種政策性的選擇 所謂政策性的選擇 就是各黨要負責 好 那第二個 我今天講的就是說 勞動部也有 那個 也三百二十五億 有 就安基金 有三百二十五億 這樣加起來 就是一千三百五十億了 這些都是現金發行 當初 蔣萬委員一直說 第一期的時候 六百億的時候 誒 有工夫 有啊 我就就安寧基金 那邊有三百二十五億 至於他怎麼量化 怎麼統計 你去挑戰他 我沒有意見 包括這些 這些所有的 所有的 你要挑戰 擴大就業要多少 也要有青年就業 第一次研究 你 年輕人畢業以後 你用了他 一個月補助一萬二 這個 所有的措施都有 職政必須要負責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 下個題目來 未來會不會發 那未來 現在一千五百億就是如此 已經 已經 用在這些方向現金 已經 一零三五了 對吧 那這些不是 只是勞工 因為 這個裡面 不只是勞動部在處理 這些當然包括 經濟部有七百多億 有很多部分 是 有 經濟部 經濟部也有功能 包括 然後 導遊也是一組交通部 所以這些 全部加起來 的現金是 1035 OK 加上以前的 1350 有現金 當然有 那我現在才討論一個邏輯說 你會比較對還是我會比較對 那就可以 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我一直 在這個地方 我有三個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 楊安委員一直講的 啊 發錢很金 罵人 好 那怎麼發法 我還沒了解 這是第一個 所以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在學生的時候 我對面的核武器 他講說 我們反對 天以三發四個發放 當然有邏輯 有政策 要怎麼處理吧 然後 禮拜一行商的時候 行商一半 講不下去說 第一項 這一條的第一項 一定要照你的 你們不要的話就 撬頭了 你們就照了 找我去這裡 誒 我在看那天網路報紙 誒 你們講說 來 這個一千億怎麼這樣畫出來 是五百萬個勞工 一個人兩萬塊 所有一千億 這個第二個答案出來 第二個答案在這個地方 不是這樣算 有 等一下 那網路上有報紙 不要上算 沒有關係 你是看網路喔 還是聽 五百萬人是朝野協商的時候 你們講出來 不是 好 那我從這裡講 就是說 對勞工 我們勞工是總共一千萬 對不對 那職業工會有兩百萬 對不對 剛剛職業工會要去勾機 那些人要發給他 勞工部電腦自己跑一個禮拜 財政中心跑 跟財政部那邊整個勾機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國外的事情 不是說發股的 我剛才講了一句話 大家要現金發股才會下課 那很 我們在這裡不一定會好什麼 變嘛 這是施政邏輯的問題嘛 那哪一個最有效 值得辯證的 值得辯證的 好 那現在回到第三個 那天 前天又來了 你說我哪一個 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到現在也看不到 我說你從 你這個資料要學商資料要搬下來 要搬下來 到現在也要不搬下來 好 就是說 你只能講一個30%以上的 排庫 有沒有這個 有 好來 我們總共的庫數多少 633萬庫 38以上多少 14萬庫 發生計畫只有2.2%排掉 這是什麼 哪一門的排庫 這是前面也有講的啊 所以 這個東西 很基本之要 我現在是針對你的講法嘛 我對你的講法 你說 你說 這個叫排庫嘛 好 柯總 等一下我講話 沒關係 今天我們是在超學學商的 現在不是在槍進復賓 大家要提供打擊的啦 對不對 好 那我講 好 因為我一直想要 父母而已 大家一起來處理 來面對 也沒有關係 有 有道理人來講 沒關係 但是我一直想要出來 你剛才是講到一頭 好不容易 那天 禮拜三的時候你講個30%以上 然後你又不見了 苦 沒有辦法跟你溝通的機會 好的 現在我們30%以上 30%以上是14萬庫啦 現在的資料 我們全國算負數的話 是633 那是2.2% 這個不算排庫嘛 你這樣負數算 人口氣 人口氣當然不止喔 我不知道你怎麼量化 剛剛 998億 你們自己講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科學 這個是負責 這個是一個很負責的東西 是這個選擇 沒有啦 你黑不變 你把它剩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啦 這才能挑戰 這才能挑戰執政黨 天津第一 我們都在挑戰他 實際上他40%版本 都被我們改啊 不是只有你改啊 人家說 這次條文我們也改他 每一個80%版本 我們都在討論 民眾黨 都在討論嘛 因為超愛上結果是怎樣 各黨講的 覺得說 哪些都不錯 如果加在一起 可能就這樣 不要表決同國 這是最好的方式 這種杜流沒辦法 那都是我們今天面對的 就是說 好我們就講清楚 那個人 個人的政策 個人的理念 當然對於自己的知識者 乃至於整個 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要怎麼看待 當然 自己要負責 執政一定要負責的嘛 那只要執政黨 你認為 這樣子的舒服 政心方案不好的話 他會垮台的啊 我們面對什麼選舉 會抓到很嚴重的挑戰 所以我今天要講清楚說 我也希望很了解 你講的事情 是有公平爭議 以及整個政策選擇的邏輯方向 和書記是怎麼弄出來 那假如是說 30%以上只有2.2% 這東西 任何一個立法委員 要寫這個法案的說 一定第一個 我假如是我要寫法案 我一定請問去財務 來理主理好不好 我才能夠寫得出來啊 那搞到今天到今天為止 你今天就說我這樣 這樣是挑戰你 我覺得你的寫法 就太落伏了 是不是這樣 你是個律師啊 那都是一個政治人物啊 都不是負責 不然你是 未來國民很有前途的人啊 好不好 說明我們的發現金的方式 我相信我這樣算已經非常理性非常客觀了 了解 過去大家要知道 我認為黃國昌是直接做對幹的 我們今天不採用這個方式 好 來我們來說明一下 林總昭 好 用所得做牌付發現金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基本的主張 那我們都從頭到尾都是這樣講 用所得集聚 然後定定牌付標準 發現金 這個是國民黨到目前為止的主張 我們一直希望 在這個所謂牌付的部分 大家可以來討論 是要用個人所得 還是家戶所得 多少錢以上牌付 大家來討論 柯總長剛剛講的 好像講了說 發現金 用個人所得 或是用家戶所得 來發現金 好像完全不可行 你這樣講 我們就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今天我們要協商就是說 我們這個方向有沒有機會 大家來討論 有討論 我們就繼續來協商 到最後如果說我們的版本 你們也不接受 那都訴諸表決 各自表達立場 但是不要去 汙蔑別人說 你們那個牌付都沒有 你跟講的那種 之前講的說 你們都沒牌付 天女散花的方式 在發現金 當然要牌付 從頭到尾我們都講牌付 牌付的標準定出來 好 來我講外國的例子 這兩天 大家也看到了 美國 發現金 七萬五千塊 所得 國稅局裡面 七萬五千塊 所得以上 以下的 一個人發一千二美金 今天收到 有多少人收到呢 有七千萬人收到 因為他有帳戶在國稅局 直接匯入 國稅局的帳戶 個人的帳戶 七千萬人已經收到 另外八千萬人 沒有帳戶 沒有銀行帳戶 要寄支票 所以美國總共發了 一億五千萬人 一人一千兩百塊的美金 今天發放 至於未成年的沒有所得的 五百塊美金 全美國 包括 兒童在裡面 訂定的牌戶標準 很簡單嘛 他是七萬五 兩個人如果 合併申報 那就是變成十五萬 十五萬以上 你們兩個夫妻 合併申報 十五萬以上不發 或是發的很少 他有一個急劇 那十五萬以下 就是一個人 兩個人合併申報 一個人就是一千兩百塊美金 你們講的好像說發現金 訂定牌戶條款 是做不到不能做的 還是怎麼樣 那你們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算不出來 財政部也沒資料 國稅局也沒資料 所以沒有辦法訂定牌戶標準 我們講的牌戶標準 你們說我們 你們沒有回應嘛 重點是 你們沒有回應說 這樣 你們只告訴我們說 這樣行不通 天女散花的方式 慢無標準的 行不通 奇怪了 全世界只有台灣這樣行不通 香港也行得通 澳門也行得通 美國今天已經 七千萬人收到 然後另外八千萬人 大概一兩個禮拜內 會收到國庫的支票 奇怪好像只有台灣不能做 我們只是在質疑這個 我們最後當然會提出 我們的明確的版本 說牌戶到底要怎麼牌 個人所得嘛 就是個人所得牌 這個是我們之前 上一次提出來的版本 就在內容在那邊 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在協商嘛 牌戶標準大家可以談 你才夠嗎 我們大概還有一些 再修 這裡有一個分水銀 就陳政委員 你們所謂牌戶就全民花錢 我們牌戶是用在刀口上 就業 漏市等等 柯總統我回應一下 讓政委員講一下 至少目前為止 來 民進黨團支持行政院的這個紓困方案 我們照顧到的 1035億 加上就業安定基金 1350億 我們照顧到302萬人 這很清楚 是用它以目前就業跟收入 受到衝擊的狀況 包含薪資的補貼 事成 自營工作者的補貼 弱勢補貼 然後 無薪價的補貼 我們是這樣算的 那國民黨 因為你們從 到現在也沒有印版本給我們 這是國民黨臉書的版本 你說我在罵人 你也用這個罵人 你們的方式就是用前年的所得級距來 我跟你們報告一下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分類 你們說你們照顧到1700萬人 一樣1000億好了 我們照顧到302萬人 也就是說 如果本來在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這些救急救困 一個人 如果他可以領到1萬的話 你們稀釋了5倍 這順2千 但是一樣的錢 這就是分配 兩個不衝突 我要先說明兩個不衝突 讓他講完好不好 讓他講完 我跟你們報告一下 如果用你們的版本 用你們的所得的級距 我跟你報告 照我去年前年今年 甚至是明年 我當立委我領得到6千塊 我應該領嗎 各位應該都領到6千塊 我們應該領嗎 不行嘛 所以你們這一套收入 是不同 我們為什麼要被紓困 所以我們認為說 不應該用所得級距 台灣還有六百萬七百萬人 是連報稅都沒報稅的 他們在落入到這裡面的時候 在你們的版本裡面 是救不到的 所以我們是救急救困 所以我們還沒說 你們這種人人有獎 一千七百萬人一下 這樣稀釋下去 真的需要救的人 他連拿都拿不到 拿到也不夠多 所以這個分類方式是不一樣的 你那個是所得級距 他是所得稅率零 不是說他 還有另外一種人 他們是沒有報稅的 那是六百萬人 所以你在裡面沒有 你們可以去看我們 我們對他 我說一下 你們在這個裡面去找 我們沒有照顧到 大家可以討論 在這個表裡面去找 我們沒有照顧到 你們的建議 而不是在你這個表裡面 我們要去加 鄭運鵬幹事長 我想謝謝你提的這些建議 我們虛心接受 我一開始也講 我們提出的是一個參考 集聚的標準 我們能夠拿到的官方資料 坦白講也只有107年 綜合所得稅集聚的申報統計表 因為我看到連勞動部 你們推出的方案 推出自營作業者補貼 目前規劃也是以107年的 眾所稅申報集聚的課稅標準 連行政院的部會也是用107年 那你期待我立法委員 我能調到多更新的資料 我們去要資料拿不到啊 柯總長 所以我要講 我們提出的是一個參考 柯總長 柯總長你看這個表 我來跟你說明 我們現在最大 跟行政院你們推出的薪資補貼方案 所謂的1035億 你們涵蓋的 要講勞工我們談勞工 我們聚焦回來 現在行政院你們說 一千零三十五億 可以照顧到多少勞工 兩百一十五萬人 兩百一十萬人 但是我們的方案 經過排富之後 我們認為 行政院的薪資補貼 遺漏了 將近四百五百萬人 這裡我再說一次 全部總就業人口 勞工人數一千多萬人 一一五三人 一一五三萬人 扣掉 現在行政院你們所謂的 現金紓困方案 兩百一十五萬人 剩下的這一群 九百三十八萬 經過排富之後 即便排掉百分之五十 剩下的四百六十萬人 這一群 要不要被照顧 就這麼簡單現在講 這一群人要不要照顧 如果需要照顧 那是不是 我們請行政院回去研理 到底哪些是需要被納入 哪些要被排除 大家好好來討論 因為我們認為 你們照顧兩百一十萬人 我們百分之百贊成 你們要薪資補貼 對於減班休息 要上課的 給予薪資的補貼 等等 安心就業計劃 充電再出發 沒有問題 兩百一十萬人應該要被照顧 但是有沒有遺漏 有 沒有投勞保 你們的門檻是要加入職業工會 有很多人 沒辦法加入職業工會 不管是工會的匯費 以及保費繳不出來 講的這些包括打零工 零時工等等 這些 就在這裡面排富以後的這群人 我們應該要照顧 如果民進黨你們遺忘 國民黨沒有忘記 所以這部分我們希望 大家沈澱這幾天 如果行政院財政部 主義總處 你們有這麼大資料庫 可以去調出來 去做一個統計 如果你們認為涵蓋 不需要到四五百萬 那也許兩三百萬 那也告訴大家 至少我們認為現在兩百一十五萬 是涵蓋太少 是有些人沒有被照顧 我請現在回答 再還沒回答 有一個觀念 假如他的收入沒有減少 沒有失業 比如是金工教 你一樣要花 是不是這樣也要花 這個錢 我們講一下 我先說好了好不好 你們要 你們案子要拿出來很清楚 不是在這裡說 我們要說明 我要先提一下 我們的其實版本 如果很理性看 我們的第四項是說 我們希望一千億 作為國民紓困補助金 紓困補助金申請資格 排富標準及合法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這其實我們是 就我們有限的工具 提一個建議 但是這當然要回歸到 有所有工具的行政院來訂定 然後為什麼 我要先說 我最希望今天我們很理性 談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 我就舉昨天 趙文文會 是黃國書 名講黃國書招委辦的公廳會 來的一文產業 有多少人代表的相關的工作者 就說 包括2.0的紓困 他們都沒有被寒酷在裡面 包括沒有投保的一些工作者 包括在職業工會裡面 因為他們的投保的像2400 並不是真正的所得 而是根據他們在老保的生涯規劃裡面 所投保的金額跟他們實際收入無關 可是也許你就算我現在投保是3300 33000 不代表他真的數的有這麼多 這是職業工會自己本身很特殊的狀況 可是今天我們想要訴求的是 為什麼會希望在原來民進黨的版本 再加1000億發現金 就是希望把一些 可能我們現在版本裡面 你寒闊不到的人 他一樣可以 我們排富可以討論嘛 可是他真的可以拿到一筆錢 協助他度過難關 可能就是我們在我們目前的方案裡面 你照顧不到的人 那這事實是存在的啊 為什麼不理性來討論呢 所以我們定這個1000億 至於怎麼排富 怎麼樣寒闊相對的人 我們只希望 以目前勞工只被照顧到215萬人 我們希望增加啦 起碼要超過一半以上勞工被照顧到吧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我們大家可以來討論啊 可是事實上我們就看到 我相信民進黨 難道立法有沒有接到陳情嗎 多少這樣的方案裡面 他是沒有辦法被照顧到的 所以我們只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前提 所以希望再有1000億 來做紓困的 我們的所謂的紓困補助金 但是怎麼做 大家可以來討論嘛 可以來討論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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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們先來講話這裡 好 主席好 謝謝剛剛聆聽了我們林委員 我覺得我們的意見是相當接近了 首先呢 第一個林委員提到說 你們的修正條文第11條的第三項 第三項 你寫第一項的經費1000億 作為國民紓困補助金 第四項 第四項 紓困補助金的申領資格 第二我們目前看到的立法說明 你們的這個版本的第五項我看到第二項說明 就是剛剛蔣官委員所說的 今天之前 我們後來唯一能找得到的 根據你們主張 你們的條文的第四項的內容 根據你們的立法說明 你們要處理的方法 我要先確認一下 是否就是蔣萬安委員的臉書 所說的這個表 如果是這個表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根據這個表 因為你們沒有在做會議紀錄的 會議資料發放 至少行政院的部分 我們有拿到那個會議資料 有拿到這一張 那這一張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行政院對現金紓困補助的部分 他的對象跟試用金額是多少 那我來只講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你們的表裡面的凸顯出一點 你們是認為所得急距 課稅急距越低者 你們需要的補助越多 那麼這樣講 所得因稅所得越少的人 不代表越困難 舉例來講 家母退休老師 他一年的退休所得 沒有超過70萬 所以呢 他的所得急距是多少 是0 所以呢 按照國民黨標準呢 依照你們這個圖文 他是屬於310萬戶當中 假設一戶是三個人 每個人要發2萬塊 你們打算對這個急距 人要發626億 那顯然的家母的 一戶2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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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313萬戶 那你們推估照顧人數是一戶3個人 這是913萬人 一戶2萬塊 用626億去照顧這939萬人 那我要請你們把家母排除台灣 因為家母本人照顧得很好 他需要的是口罩 他不需要的是紓困金 因為口罩我們日產1500萬片 台灣有2300萬人 可以說幾乎每個人都需要 但是呢紓困現金補助 對於像家母這種退休老師領年金 為超過一年75萬 所得急距為零的 至少我們家 不需要一戶2萬塊的現金紓困 因為沒有困 所以呢請國民黨的朋友 我瞭解你們的原則 但是請注意 我們談的是紓困 不是對於所得 因稅所得急距低的人 他如果沒有遇到困 他不需要發現金 反之你們的條件裡面 你們寫出來這個表當中 你們說照顧了1791萬人 這裡面總共是611萬的所得稅申報戶 別忘了還有將近300萬人 600萬人 他們是沒有申報所得稅的 按照你們的方法 這些沒有生貿所得稅的 有個人很困 有的一點都不困 但是他們按照你們的發放方式 都領不到 我想怎麼去發放可以討論 但是我們還是回歸到條文 你們講的條文的第四項 1000億的現金補助 那我們看一看 以目前行政院規劃的 也是有1000億以上的現金救助 但是紓困的部分 我們是針對有困的在紓 不是以他的所得 因勢急劇所得 低的來紓困 沒有困就不就要輸 不是所得低就要輸 以上說 其實像今天這兩天的討論 其實是值得的 為什麼 從 因為你買潮罩的 你聽我說 從民進黨反對花現金 到現在跟進國民黨的政策 這是有進步的 為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 所有的大部分的學者 認為花現金 它的促進消費效果 大於消費券 消費券又大於總庫券 這是理論上的第一點 第二點 這現金國家都在花現金 我對各位聽 以色列 泰國 澳洲 新加坡 韓國 香港 加拿大 日本 美國 英國 每人家的先進國家 這對經濟學者 你以為他不懂 為了這麼多國家都花現金 所以 其實這兩天的 討論是有 有價值的 為什麼 民進黨從一開始反對 說不花 現在跟進了 國民黨的政策 非常好 這第一點 很好啊 很好啊 欸 你們的 長官還要反對 疫情 疫情的變化 一路走來 剛開始 噴900億而已 所以要辦追加 當然 情況不一樣 當然 政策要調整 我還沒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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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一起政功為過了 欸 事實啊 前一次你們認為說 沒有必要花現金啊 剛開始的時候 情況現在不一樣了吧 蛤 你怎麼 一下就變了 沒有變 歡迎 這個變了 跟國民黨的政策一樣 發現金的方式不一樣 對 好 蘇貫振興的方案 另外 有所擴大而已 另外 大家 一開始六百 六百 你知道嗎 另外國民黨的版本 第四項很清楚 我們現在在野黨 當然不是行政機關 執行機關 有很多的資料 大數據 可以拿來試算 那我們已經 用了能夠拿到的 最有利的相關資料來試算 到最後 你看我們要的是什麼 第一項 經費一千億 並作為國民紓困補助金嘛 紓困補助的 申請的資格 排負標準 合法辦法 由中央集團 主管集團 定資嘛 到時候還是你們民進黨 政府 在定嘛 那我們就提供非常好的資料 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同剛剛中央兵委講 其實方向沒有差距太大 不過我也歡迎你們 政策慢慢 慢慢轉向我們國民黨的提案 方向沒有差距太大 就是我們 好來我再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來我補充一下 好 補充一下 針對你們提出來的這個行政院版的發現金 1035億 然後針對幾個項目 12345個項目的這一部分 我們國民黨認為說 這樣子 有所疏漏 所以我們才會提 我們的發現金的版本 這是第一點 跟你們說 如果 我們覺得你們這個 夠了夠了 1035億也很多 比我們的還多 這樣夠了 那當然就不用提了 就是覺得不夠 會有疏漏 好 我講簡單講幾個 就 因為它不是普遍性的 用所得 然後排負 然後其他人就領得到 不是用這種簡單的方式 而是用各行各業的一些條件 那難免會漏掉 好我舉幾個例子 會漏掉的原因 因為 你如果用全國的民眾 他的所得 所得高的排掉 其他的 包括你說零所得的 我們不管他有沒有申報 對 所得零的 到所得多少的 我們要發 其他超過 像美國 就是這樣 你所得七萬五以上 我就不給你 七萬五以下的 通通有 這個 才會很清楚 不會漏掉 好 我現在講一下說 我們為什麼會提我們的版本 第一 針對 我們一下一下談 薪資補貼四成 這個我們有看到你們的版本 說 這個要 那個 該公司 業績衰退50% 這樣的公司 那他就可以申請這一部分 他的員工薪資就40% 給你補 這是第一個 要透過公司去申請 員工也沒有辦法直接拿得到 公司要去申請 不然我們要發放的單位 哪知道你們到底有沒有這個業績降低50%跟去年比 好 這個 會不會都去申請 你們不會主動發給他 是要他們來申請 沒有會計師的那些小企業 也是衰退50% 他要去哪裡申請 要跟誰申請 要怎麼申請 這個都是問題 所以你們 希望這樣可以達到 預估80萬人受惠 因為他們的員工可能80萬 但是這個 如果他沒有申請就領不到 他的企業主如果沒有去申請 領不到 他如果 為什麼不去申請 你會這樣講 我問過 我的 新竹地區 那個十個八個 員工的餐廳 七個八個員工的餐廳的這種老闆 我說你會不會去申請 你衰退多少 他說你 變成零你說衰退多少 衰退百分之百啊 衰退多少 我說你會不會申請 他說不會啊 那個是幫員工申請 他補助他 我真麻煩 我三個完工 四個完工 我還去申請 還要找這個 找那個 申請回來 補百分之四十 幾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們這個八十萬 真的會八十萬嗎 這些小企業 微企業會去申請嗎 他要申請才有呢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 自營工作者 補助一萬塊 自營工作者當然就包含這個 不是受僱者 然後呢 他的申報所得比較低的 可能在一個級距之下 他可以申請一萬塊 第一個還是同樣一個問題啊 他要去申請才有 政府不會直接給你了 不是你低級距我就直接給你 不會匯到你的戶頭 還是要去申請 再來 這個有沒有涵蓋其他的人呢 對不對 其他的 所得也是很低 但是我沒有勞保的 沒有參加勞保的人 剛剛書記長也有講到 那些人所得比他們還低 但是沒有啊 這一項裡面就沒有啊 比如說農民 我們怎麼會沒有 我們只是排掉 所得高的人 其他人通通有耶 所得一個所得 比如說好我們定嘛 假設年所得兩百萬 以上的人不能領 那年所得兩百萬以下的 全部都能領耶 這樣就會涵蓋農民 不管你是家庭主婦 或是你是清潔工 但是你沒有勞保 你要勞保才能領得到第二項 參加勞保的啦 好弱勢補助這個OK 弱勢補助有標準 中低收入戶啊 殘障業者這些OK啦 減班休息者 這個我也要講一下 減班休息者補貼超過十萬塊 超過十萬人啦 會給他補助 就是無薪假啦 簡單講 好同樣問題來了 放無薪假的人 我們看到的 所謂一萬四千人 各位你認為台灣 真的只有那一萬四千人 放無薪假嗎 我們勞動部也講得很清楚 許部長在這裡 企業如果沒有去申報無薪假 該員工被放無薪假是不能領的 我講的錯你再糾正我 意思就是還是要企業去申請 我在地方上 我再去問大部分的業者 我說你們有放無薪假嗎 有已經停下來當然 停業了當然放無薪假 難道還會一直發薪水嗎 那你有沒有去申報 十家有九家跟我講說 我怎麼會去申報 我為什麼要去勞工局申報 不會申報啊 你說檢舉 你叫員工去檢舉老闆 我們要審法案 我們要紓困 不是去做檢舉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面對現實 你們訂定出來 你們是大家都有申請 申請滿了才有215萬人 加上弱勢的話有300萬人 大家都去申請 而且申請都有核准的情況之下 最多300萬人 這樣夠嗎 那些放無薪假的 老闆沒有去申報的 沒有 老闆不申請啊 他也領不到 好我的意思 我的結論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版本 發現金牌付的版本 然後明文的提出來 跟大家討論 然後最後我再講 你們有你們的堅持 我們有我們的堅持 我們可以發到 譬如說500萬人 那我們的牌付標準是怎麼樣 我們會提出來 好 讓大家來評判 到最後沒有結論 得不到結論 表決嘛 就是這樣嘛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版本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版本 我們就暫於保留 沒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差不多 禮拜一 我們就有提出我們的版本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講一下好了 各位 你們行政院 到底有沒有要檢討 我們剛剛提到 沒有啦 好 你剛剛講的 中文都聽到 你剛剛講的 你們提的版本有輸落 我想 好 我 我 我 欸 沒關係 我現在是說 我們提的是原則性啦 我 我是講原則性 我現在講 你聽我講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沒有啦 你聽我講 你先聽我講 你的講我都很耐心 聽什麼講我都很耐心 我 就結束 你聽我講 這個版本在桌子上 到目前為止 當然 現在已經進入比較 對焦性的談話 這OK的 那去就別說了 就說到這裡 大家對焦性的談話 政策選擇當然不應該要負責 但是呢 這裡面有一個 我一開始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管現在放在 海面上的版本 正面中文版本 國民黨版本裡面 裡面有關 我們 以前講說 這個你要加到 加到三千一 加到三千三 十二個財政機遺法 第十四條 流量沒有打開是不行的 所以 警察院剛剛提出來的時候 因為也是沒有流量 也沒有打開的 是台湖公債法 六條 第七項而已 但是另外一個要排 沒有排的話 警察院剛剛 現在正常的 現在可以 國家可以用的錢 在這個法制底下 沒有去排除 財政機遺法的話 差不多1500而已 這千塊油內裡 還有一千塊 還要給他們 麻煩 所以 一開始 你這個版本 就有嚴重性 法律上的瑕疵 那因為 討論到這裡的時候 所以民黨提出版本金 第一天就提在這裡 要把兩個都打開 你們都贊成 這樣才有辦法 接下來討論 你到目前為止 這個還是一樣 你講到三千一 三千三 都不可能做得到 因為這個要 在公債 這整個 整個局債 額度有流量的部分 你要在總預算 以及特別預算 加起來嘛 我們都在那邊講 所以這個 不是要先打開 到目前為止 核心事項 這要先確定 都要打開嘛 我們想 如果打開以後 總共兩千一 我們 後面再追加的部分 不可超過前期 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看法嘛 因為你的版本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看過 看過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只有這樣的方法才能解決 所以第一項 這個流量要先打開嘛 這個由產生機率法律 四條要打開 這樣才有疑地 你知道嗎 他要 要加多 最多的 我們再加兩千一 比如說 你再加一千嘛 這是一個政策的選擇 加到這幾秒 行政於 他會去訴訟 甚至要拿法院 竟然是那個訴訟方案 這個是 大家要去談 這個是未來 審預算的時候 你會看得到的嘛 所以 那但是呢 目前為止 送來的預算 當然是針對 沒有加 沒有加的嘛 沒有加的部分 沒有打開的部分嘛 就是一千五的部分 在審嘛 那未來當然是 那個是一個開口的東西 開口的 開口的部分嘛 所以 那些公共差不多計較了嘛 那 你說民進黨有沒有發現 當然有沒有發現 我們把錢用在刀火上嘛 至於 那些錢 總共有1350億 怎麼照顧 有當然在有限的 有限的 有限的 這個預算裡面 處理嘛 所以有紓困 有 有 當然也有 有振興方案等等 這不是這樣 這個還有 整個防疫還有 經濟的城市中 還有一個城市中 整個國家城 整個投入了嘛 那包括 講一千 一兆零五百億 那有 那個部分 雲航的部分 這是幾頭的 那幾頭要怎麼 來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 在保證底下處理嘛 所以 今天我們查到這個地方 當然 我們這麼偏一千五百億的 邏輯是這樣嘛 我們每個合理嘛 他要加 要用得對 當然 你也可以 發嘛 政府要怎麼做 他也可以 他可以 政府可以選擇嘛 這是這樣而已嘛 好不好 我們現在 這樣大家應該是可以 但是 講說大前提 一定要講清楚嘛 民眾黨 講的比較少 這樣眼鏡過來 是這樣的一個 從法律上這樣 這樣眼鏡過來嘛 好 等一下人家 要到行政問題 我們要回答的話 也可以 好 假如說 這樣大家停下來 那我們要講究說 後續處理程序 可能有一個 基本的共識 也差不多了啦 也差不多了 請參議員 張委員 那個我想 我就代表民眾黨 最後表達一點意見 就是說是這樣 就是說 當然我們希望兩大黨 自己也能達成一些共識 那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一次 我們這一條 我想是一個核心中的 也是 整個這次條例談的核心嘛 那當然 其實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我們原來 行政院院版的這個版本 提出來之後 現在當然 兩大黨 都有所謂做加碼 我是覺得說 就是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民眾黨 這邊態度就是說 當然要加碼 我們也並不是反對 因為如果他真的有這些需要 那就希望說兩大黨的這些 加碼的這個版本 它要很精準的 不然的話我們老實說 國人也會覺得說 為什麼行政部門 自己提出來的版本 反而都比我們 這兩大黨的這個少 那就是說 明明行政院 就覺得他原來這樣就夠了 那怎麼會變成 我們這邊的討論 是好像 反而覺得他們不夠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這樣子 就是整體來講 就是說 我們希望就看到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 也是討論不出來 到時候真的就是表決 那就是希望兩大黨 把你們的核心論述 講清楚嘛 到底是 這個加了這個錢的到底在哪裡 如何符合財政機率 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想當然也就是留給 我們整個這個 國人來攻斷 以上 好 謝謝張委員 好 謝謝院長 剛剛柯總召講的 算合理 基本上我們已經聚焦到說 如果大家認為 要 額外發一筆現金給民眾 認為涵蓋的廣度 要比現在行政院 原本紓困性質補貼的 215萬人要多 那當然第一個 要打開財政距離法的天花板 好 那如果大家有共識 打開 那到底要再追加 1000億 1500億還是不用 沒關係 那行政院相關的 連登資料 總規戶的這些數據 做一個精算 提出來 然後 特定 直接發放現金 那當然 這些數據 要排付的 把它排除 不適合領的 排掉 應該納入的 包括剛剛講 300多萬沒有投勞保的 沒有辦法交起保費的 沒有加入公會的 這些把它納進來 那這些數據 行政部門 你們都有掌握 我們沒辦法了解 他戶頭 有多少存款 有多少房產 這些 財政主機一定有 那如果能夠這些時間 算出來 我們有一個很精確 合理 應該要被照顧的 這一群 勞工 或自營業者 或無固定 雇主的勞工 這些我們都把它納進來 好 那我想 那星期一如果協商 大家可以理性 就這個部分來討論 如果 不願意 如果不願意 打開 才能繼續把天花板 還是要就現行行政院送進來的版本 來討論 那 也希望 行政院 回去思考 我們認為 你們現在的這個 1035億 所涵蓋的215個人 不夠 有遺漏 都 剛剛都談過了 不管是 打掃清潔工 打零工 臨時工 舉牌的 這些 你們是不是也應該把它納進來 有多少人 這些 你們最清楚 這些 我們認為 我們堅持是 應該要在這一次 直接發放線 裡面涵蓋到 而不應該被遺漏 那如果不願意 那 我們堅持 我們認為 有被遺漏的 應該被照顧 我們的版本 大家跟行政版本 那大家就表決 但我們是提出來 也提醒行政部門 真的 這一群 是現在很急需要 外面民眾 可求希望 拿到一筆現金 像國外一樣 能夠趕快 撐過這段疫情 我可以去買食物 我可以付水電費 幫孩子繳營養午餐 這些人很可憐 這些人迫切需要 我相信你們感受到民意 給你們的訊息 不應該做嗎 他們不應該被照顧嗎 就應該被遺漏嗎 我們這樣提出來 過分嗎 如果 可以有這樣的共識 好很清楚 好好談 現在已經好好談很久了 已經充分外演了 好 那因為 當然 已經第四次了 那我看 你們剛才都有講說 星期一 所以我們這個案 那我們到最後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這個法案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問題 法不修的話 所有的版本 包括行政版本 沒有 我們有提修正 你的版本沒有修的話 都打不開的 都打不開的 你們這些都講的 你們怎麼都在排除 沒有啦 我剛才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就是說 因為我們所有的版本 都是沒有打開天花板 打開財政計畫 那我們現在 我們早就 第一拜一的時候 就拿出來 就是要打開 打開錢就多了吧 那錢多了 要怎麼用 當然這個是 行政抽出的問題 你們所講的 他們回去思考 我們也會思考 你們 那我們講的話 也要思考 第一個 第一個 條例沒有通過 其他不然 能不好嗎 那可能 都沒有用嘛 因為條例沒有去修 沒有再改正的話 就是總共 最多能夠擠在一千五嘛 那一千五當然 我們有 有分配處嘛 你打開以後 自己後面要做 怎麼做 那是行政作為 那行政作為 共黨 他必須負責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 條例先給 讓到公 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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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就在這裡一直炒 你把錢打開之後 當然這個 措施怎麼樣 能 很值得討論 所以我們應該進入 最後程序嘛 你說 剛才我們 都問我一輪了以後 他覺得 五點半的時候 我們要來談 明天有這個議程 對不對 那 要不要處理 還是說 我們現在所談的 剛才我進來一直問 就是說 那一個人給失敗 炒爾鄉 就是有一個事情 一個事情就是說 要不要排除炒爾鄉 一個月嘛 假如到現在 還不排除炒爾鄉 一個月 我們到 發一個月 各政黨去負責 那我們 快到一個月 我們再來 再處理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現實的 面對我們現在 所面對問題嘛 大家說話清楚 我希望說 包括剛才 剛才 十兩位成交委員 也說 我說一段看看 我說五點半 差不多 沒有點 說一段看看也要一個 割點 我30秒就好了 好 邱總長 我們既然是 希望能夠比較詳細的資料 做一個討論 那我就希望說這一次 我們行政院你們就把資料 好好準備一下 所謂的我們今天不是在談到一千億的現金 要怎麼去處理 因為這個我們也有授權嘛 我們希望的是 整個這一次我們防疫的經費 一兆零五百億 你們一款季給的兩千億 融資的七千億 我們總預算兩千百億 你就把它做一個大致上的整理 讓大家有一個比較清楚詳細的了解 也許禮拜一你們把這些資料拿出來以後 我們可以感受到說 我們照顧的層面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八十 已經沒有再花現金的必要 或者是說我們現金發放的這個範圍不要那麼多 也不一定要加到一千億 這樣子可能大家比較有一個前盤的一個了解 可以虧到整個預算的前貌 不能說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時候 都只是一直強調這一千億要怎麼去弄 我們老實講 其實我們這一些還是要希望財政部 你們有一點要支撂 提供給我 我沒有辦法通常估算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這麼理性 包括我們民眾黨 他們都不排除說要把這個打開 那打開將來是要怎麼處理 我想比較重要的是要把整體的預算 做一個通盤的或前盤的這些呈現出來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而不是只是討論這一千億 打開以後總處理 要談計算的話 是看你法案怎麼寫 法案有必要的時候才可以追加到 不超過前期 所以第一期一定是這樣的 後面打開以後 當行政座委 他要怎麼做他的事 你沒有條例 沒有條例他怎麼到 跟你講說 我要給他送四千 我要送三千 你這個東西 一定要依據條例而來 所以我們趕快把條例通過 以後才要審預算 他預算送來 他預算送來 沒有 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已經預算通過 條通過以後才有預算送進來 對不對 他要有想法要做什麼 要不然給他打開這邊空白授權 當然是必要的說 所以他一定要說明 那剛剛 我現在可以彈清楚 我們 中央政府總預算 沒有說 大家先來講 要不然會再審預算 那行政行政行政 全力分離原則吧 那每個政府要怎麼做 你要做 你要給我多少錢 以後我發財機 我才便宜出財信 我才必須 我才必須 必須 必須說 當然要做任何調整 當然都是 大家可以談的 所以你不能有一個前提 我 我 我同意再來 我沒有那個 其實有還不是這樣 要設計的 好 來 來 秋總超請 不說話 現在就是說 是不是要先確定說 是不是要排除這個一個月的冷凍期 因為這個是程序的先處理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 談過了嘛 實在力量的立場就是支持這個紓困要 力道要加大 那現在其實很多的產業 看到我們這個黨團協商的 其實也很煩惱嘛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第四次的黨團協商了 那所以 我們是支持說應該要排除啦 否則的話 這樣的話就一直 一直pending下去 那至少 至少 是不是先處理這個部分 好 是不是這樣就請他們先 先 寫出來大家 不要寫 不用 那個 我們剛剛有提議啦 我們的提議是這樣 禮拜一 協商 大家最後的版本 我們也會把我們的版本 發現金怎麼發 排富怎麼排 那協商沒有公司啊 沒有公司表決啊 喔 星期二 對啊 這晚星期二嘛 這樣講清楚 這樣好不好 講清楚啊 但是 真的要請行政院好好去思考一下 1035億裡面照顧的人 沒有關係 會不會有很多遺漏的啦 因為 這張家已經有一個公司嘛 好 小班姐 對不起 我先把他再講清楚一下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 有寫不寫農賞款 還沒有救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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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那不寫我不會尊重 再走 好 我們都說八 都說八 這點先確定 第一點 你僑議沒有出來 後面預算沒有辦法偏的啦 好 那後面你僑議怎麼寫 預算怎麼偏 僑議只要到最後只剩下說 一千塊就變千塊嘛 你這樣打開到什麼程度 你可以主張嘛 你可以說三千 對嗎 我講四千里 至於預算怎麼偏 那是後續送來 好不好 你把我把它聽講完好不好 我們已經差不多了啦 好 那你說 我 最後 因為我聽到柯總要講到說 你電話板打開 然後最後行政措施之後 再談 不行 這個不能成為一個扣白授權 如果 如果 你說 今天送進來追加一千五百 讓我講完 追加這一千五百億 你都可以提出其中一千零三十五億 用來作為薪資補貼 沒有問題啊 這細項都出來 你們怎麼做 你都可以提出來 你現在如果天花板打開 後面你要追加多少 你一定也要有一個這樣子的計畫 那我們認為 你天花板要打開 你要追加多少 就是用作直接發放現金 因為民黨朋友也說 現在 蘇院長也講說這個是現階段 你法怎麼寫 只要一次就打開 就寫四千塊 那是一回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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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怎麼寫 第二 兩千一 然後 哥總要讓我講完 我還沒講完 第一個 我們沒辦法接受 你花板打開 你要追加多少 那之後才不行 這個 要 確定他的用途做什麼 蓋邊 大家知道 就像這一次 行政院有送進來 然後後來也加強說明 你們照顧多少人 那當然第二個 我們認為現在 1035億涵蓋的215萬人不夠 所以 這幾天 至少 財政部 相關單位 我們認為 這938萬人 裡面 同樣的話 不是在一起講了 好 我告訴你 你們認為要排誰 要納誰 回去跑一遍資料 對 否則禮拜一再來 還是一樣 我們要 那禮拜一 才要排除 沒有 結果現在就講清楚嘛 你們 你如果認為215萬人 那就夠了 剩下這些 人 不需要被照顧 你就先講清楚 你要講清楚 這些人要不要照顧 這不是照我 這是民眾 認為他們 沒有被照顧 這後面代表什麼 這後面代表什麼 每一個勞工被遺漏的 後面還有每一個家庭 有孩子 有長輩要照顧 絕對不止這些 現在是 如果民黨 你不願意照顧這些人 現在就講清楚 我們再繼續學章 我好笑啦 不是啊 總之 我們意思在說 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建議 然後你一直咬住 你法案不是一個人講話傳述的 他如果想要 行政院如果希望要打開 天花板 要有想法 你法案怎麼寫出來再講嘛 他送一罐人一審嘛 重點是你要多少錢 行政院要 沒有說你 行政院要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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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又和上次一樣嘛 趕快告一說 下次徐漢10英文已經訂好禮拜一了 那不行的話跟牛文中搶進 不行的話就處理嘛 那永遠這個無無止盡的嘛 除非大家要同意講完抱歉一千億 一千億 這樣搞法 這個只是希望 條例怎麼同意都不知道 希望沒關係 希望紓困條例 修正案可以在扁區委員會通過 委員長 這個希望嘛 我們一再塞樓房也一直在希望 事實商 不行了啦 那當然永遠都已經講得很清楚嘛 禮拜一長完以後 對啦再講一次 我們會思考很多問題 再講一次 那要怎麼處理 你要求一定要照展望案這樣的 這個 不可能 那禮拜一沒有結論的話就禮拜二處理就知道嘛 禮拜一 那這個我 這樣我們講明確一點 禮拜一在協商 再把他帶回去查 行政院也想一下啦 禮拜二處理啦 對啦 那就禮拜二處理啦 但是行政院 好啦我們就禮拜一再 在學商啦 不行啊 要把資料準備好了 不行啊禮拜二處理嘛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要治療準備又好啦 行政院資料準備好了 沒有沒有哪個希望 我們今天好像是行政院 沒有 禮拜二的事情 柯總召跟林總召商量決定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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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啦 失禮 沒有準備便當 失禮 謝謝大家